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們講到這個道主第一行 御仙法縣西教 是莊法輪像 莊法輪 那前面我們從釋迦摩尼的 就是說 不說釋迦摩尼 就是他是以那個釋迦摩尼佛的八強神道 來說明這些法真菩薩的那個八強神道是這樣 那從那個 從那降生 從兜叉增下 然後入胎 住胎 出胎 出胎就是出生 然後出家 承道 就是以自立來講 自立 自覺來講 然後承道後 莊法你就以利他來講 這利他講了一些是講了不少 在裡面的利他 他裡面講到 前面講到 他佛陀他以那個托波起始 就是托波起始 來視線 這個視線托波起始線 也是增長 能夠讓眾生得到福田 就是你種福田 得到福報 得到那個 增長他福德的資料是這樣 同時是這樣 我們要體會到 這佛陀這個托波起始 其實他也是一種視線 從他的心 其實佛陀不需要吃飯的 他表現在一種尋如風 就是從他的生涯 表現在托波起始 是一種表現怎麼樣 內心能夠很自然的 自然什麼叫自然呢 就是說像金剛經講 金剛經有時候讀一讀 耳子四尊十時 卓一磁波 入社會大臣起始 入社會大臣起始 就是表現那種很自然而然的 那種心無風 那就是無所住 就是他不住 而且就是內心能夠按出來在我空 法空的陣路裡 而且能夠 他的手 而且他很自然而然的 表現是托波起始 自然而然的 就像平常一心就是道 就是意識 那種意識 那裡面呢 這裡面大概是以 在這部經文裡面 它是以 具有這個托波起始 來說明 讓我就是說 說明它是一種福田 因為你供養這個佛陀 祂如果 就是說 眾生能夠藉由這個供養 而增長祂福德之良 是這樣 接著呢 佛陀又有他講 因為在這個莊火人 是以收法為目標 他說 他我們看的文就是 預宣法獻心效 這裡面就是說佛陀 宣揚佛法的時候 他獻心效 那內心就是因為 眾生是人得度的因緣 所以佛陀內心很歡喜 微笑 是這樣 其實眾生得度的因緣成就了 是這樣 那這裡面 上次我們講到很重點 以諸法藥 救了三骨 這個法門就是有藥 因為眾生有病 他以這個藥是批譽說 藥是批譽法門 以種種法門的藥 還對峙眾生 種種煩惱的病 是這個意思 說救了三骨 這個從字面上意義 三骨就是苦骨 壞骨 行骨 這個救拔眾生的苦 而且能夠治療眾生的 就救拔眾生的三骨 而且能夠治療眾生的苦 是這裡 但是字面就是怎樣 藉由這個宣揚這個種種煩惱的藥 使令眾生能夠一解起行 而能夠處理三戒 是這樣意思 這個救了三骨就是因為眾生能夠 藉由這個文師修 聽聞佛陀說法 然後如理思維 然後一解起行 而脫離什麼 三戒的生死苦 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請大家順便看一下上次的副表六 上次我唸到一段 我是提醒大家而已 就是說這也是也講過了 今天佛陀出世的本法是 既有說法定眾生協託 就是佛陀本法就是這樣 上次我們看到這個八大人接近 因為時間關係 那是也時間關係 那個八大人接近那一段話 上次我們再一起唸這兩個一起唸一下好了 成法生存 至內盤岸 復環生死 度託眾生 以前八世 開導一切 念諸眾生 絕身實苦 舍離五欲 修信正道 今天他怎麼佛陀怎麼用到的法藥 法 法門呢 使靈眾生能夠 如果脫離三戒呢 第一個 絕身之苦 重點在這裡 他講什麼法 你今天看八大人接近好了 這不經也是 大家有時候也可以讀一讀 乃是把它背起來也好 因為它很 就是說那個文字很 很簡潔意概 雖然是沒有八大人絕 不多 就像心境一樣 有時候讀一讀 乃是背起來 在佛陀講的八件事情 重點在呢 浪中生 絕身之苦 這個絕就是能夠絕悟 對這個生 絕苦能夠體會到 乃是絕悟到 那怎麼絕悟呢 都要透過文詩的訊息 就是你要把所學的這些理啊 能夠這樣 如理的思維 什麼叫如理思維 思維在思維 仿佛的思維 不斷的思維 深入的思維 對這個今生的八股 生 老 病 死 苦 愛 乃 禮 求不得驗證慧 無因之勝 苦 以之 流轉生 死 苦 有深深的體會 過期生 無量節來 我們在 就是你看 我們跟什麼 親人 生離死北的淫淚 就像太平洋的海水一樣 你可以想想樂之 這古德講的 還有呢 我們跟什麼 我們時候 那時候有白骨頭 以後有那個骨頭 刻推積像什麼 台灣義山那麼高了 就這麼想一想 這說明無量節的生死苦 無量節的生死苦 我們這類心 就是我們這類心 這個第八肆 這倉庫裡面 第八肆就是倉庫 行長什麼 無量無邊的 無量的無邊的什麼 煩惱的種子 就這意思 你要節身 就你要體會到 這個就是節身之苦 就像善老老師講的話 善老老師也講過這句話 他也講過 他在三心就是日人心 身心回向煩心 他說什麼要身心 身心啊 身心之心 誰叫身心之心 決定身心 決定身心的 自身 現世 作為有生死方無 曠節以來 常末常流轉 無有出離之言 就是這個意思 你要曠節以來 無量節以來 常末常在生死大海中 投出頭末 無有出離之言 沒有辦法出離三界的言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要脫這個生死苦 就是要常常體會到 這個生死苦 當然是因為 會什麼苦 是起貨造業之故 起貨 什麼要起貨 我們敢講 知莫無名 就是貪真之 因為貪真之之故 貪真之啊 才會造業 所以他感到這個生死苦 是這樣 所以說你要常常思維這個生死苦 要常常體會到這個旅遊轉生死苦 以及今生的八股 你才能夠慢慢 哇 切實 說無事件 不是我們歸於處 不是我們安置的 什麼 安我們的地方 因為正暴露身心 你可以聽看 正暴露身心有什麼 生死苦 今還有什麼 你依暴境界 那種不安穩的境界 是無常的 是變化太大了 譬如說常常有 什麼時候有抑震 種種的天災 有時候我們被冒意料的事情 就說不是我們歸於處 不能正暴露身心 依暴露境界 或是不安穩的 不穩定的 是無常的 你要體會到 就是要截生死苦 就要這麼提到 因為它什麼 為什麼是不安穩 是無常的 是業力在變心的 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就是要體會到 截生死苦 自然而然 你能夠 來自體會到 來自覺悟到 這時候你才會捨離無欲 對這個什麼無欲 就是對這個 現在無欲是因為對這個 色身香味醋的境界 才是愛糟心 你自然對這個 你有自然體會到 你自然會在捨離無欲 是這樣 你有截生死苦的 觀照力 才能夠捨離無欲 是這樣 進而呢 才能夠修心生道 修心什麼意思呢 修什麼 修什麼 就是第六四 第六四 以前我們講過 在可能在前面講 修圖淨土我們 基本日也講過 第六四為能之 心患無我為所之 第六四為能依 清淨心為所依 第六四 能修 然後慈敏念佛 慈敏念佛為所修 第六四呢 修持慈敏念佛為能勳 第八四為所勳 然後第六四呢 修持慈敏念佛為能轉 這無成治啊 就是妙觀察之為所轉 所以藉這個慈念佛 轉世成治 轉世 就修心的 轉第六四為能力 為妙觀察之 這意思 這修心的意思 一切都新的境界 是這樣 那你修心 目標是什麼 趨向生道 目標趨向什麼 極了世界 是這樣 就慈念佛來往生 這個聖道就完 我們從禁讀國來講 基於這個修持慈念佛 能夠往生極樂世界的意思 但我們知道 這個目標就是說 前提啊 絕生死苦很重要 你沒有對這個生思苦 對這苦地啊 以前我們在講過 前面也講過了 對這個知苦啊 斷疾 目媚修道 那邊有講到 知苦就是絕生死苦的意思 知苦啊 斷疾就是絕生死苦的意思 你常常跟你說佛是這樣 你這兩位心求極樂 修心生道是什麼 修心生道就是什麼 目媚修道的意思 絕生苦就是知苦啊 舍離無意 就是等於 它是一種修道的意思 修道 目媚修道的意思 就這苦疾 對這苦疾 苦為什麼來 因為喜佛造業而來的 這個劉斷生死就是有 它就是有貨業苦的體現 就是這裡 我們要稍微把這個 傑生死苦要稍微離 讓它們了解一下 有時候要思維生死苦 今天為什麼 我們知道 大家都有這個 對佛法的言 有這個性 也是有 過激生有熏虛過啊 不然怎麼來 有這個 有怎麼因緣來學習這個 無量縮經 是術式的善根 我們都有的 每個人都有 這緣分 但是我們要 要切實 體會到什麼 生死苦 今天佛羅講說 你諸法要 就有三苦 就是這個意思 你看這個就是說 你本身要這樣 對這個生死苦有切實的體會 乃是傑悟道 才會 你才會 發生什麼 修行淨土法門 就是這樣 你真的 那個信心更增強 因為當然這個 透過文師的訊息 你自然對這個淨土法門 一裡收破 心求極樂的心 真的會更增長 是這樣 那這裡面 剛剛我上面佛宇教經那段話是這樣 沒有 我不用再解釋了 你解釋是 解釋很多 那很多話要講很多 因為等一下我們 內盤相的時候再說一說好了 那這裡面要講到 哪一盤 佛宇教經 倒數第三行 下面 從那一行 再唸到最後一行就好了 好 如等比丘 常當一心 勤求出道 一切世間動不動滑 皆是敗敗不安之下 如等且止 勿得富裕 時將亦過 我因應滅度 是我最惑之手教肥 這是佛意料記 最後一段文 這是流通訓的 那我直接跟大家也是互相勉勵 我們互相勉勵 如等比丘 這個比丘 這裡面要知道佛宇教經 他說 如等比丘 因為比丘 這個佛意大師的解釋 臉詞大師的解釋 他們說為什麼比丘 因為比丘是 勢眾之手 所以叫比丘 他是這裡 勉勵我們 勢眾弟子們 不是說 因為他這個比丘 勢眾的弟子們 那是這個意思 因為比丘是 代表勢眾之手 是這樣 大家了解一下 常當一心 這一心當然 這一心當然是 你透過 這一心就是說 你要能射 會能夠射心的意思 所以 剛剛我們從淺的意思來講 從事相來 射 因為這一心就是說 你能夠 解身之骨 他能夠看破 世間的一切 就是能夠 對這個無意境界 能夠切實的體會它是 那是無常的 是虛用不死的 所以常常一心 換句話說 整個一心 你體會到什麼 一切有一法 如夢魂泡淫 才能一心 聽到意思嗎 一切有一法 如夢魂泡淫 大家聽懂意思嗎 一切有一法 就是能見聞結之的心 以及所見聞結之的境界 都是什麼 就能 能觀的心 手觀的境界都是什麼 夢魂泡淫 為什麼 一年守生法 都是一年生業魂 就像夢魂泡淫 就像夢魂泡淫 一樣 所謂的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這是越能觀的心來講 那有時候你要觀念 有時候讀一讀什麼經論 過去的 你手 不論過去 你所想過去的事情 就像你所觀的境界 就像做夢一樣 又過去了 現代的心 你所觀的境界 就像閃電一樣 又過去了 就是這樣 未來還沒到 就這樣 體會一下 就夢魂泡淫 一樣 你猜用一心 色心 那以偶遇到的世界是什麼 一心 內心的依止 第一地 就是內心的依止是什麼 正如之心 就是意識 是這個意思 然後勤求出道 就勤求精進 就勤求精進 求出什麼 出禮生死之道 是這樣 會整的祈求出道 是因為你體會 生死骨 是因為 對生死骨的體會 才是覺悟到 才要勤求 出禮生死的要道 是這樣 為什麼要勤求出禮 因為 下面就是為什麼要 下面就講原因 因為一切世界的動不動法 動法是什麼意思呢 動法是指欲界的境界 不動法是指色界 無色界的境界 不動法 因為在色界 他們有禪定 所以他們就是不動 意思是色界無色界 就是這樣 就是拜託不認 是這樣 就拜託啊 就是說 因為它怎麼講 因為它是無常之法 它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業力所感的境界 是拜託不認 不穩定的境界 不穩定的境界 為什麼呢 你看色界好了 無色界好了 它也是因年所生法 今天你成就出產好了 乃至無色界的飛翔飛翔定 那個四空定 最好最高進 就是飛翔飛翔水定 它是因年的所生法 它是由禪定的因年而成就的 但禪定一年 一年近的時候 它就多了什麼 大陸上道道去了 是這樣 多了上道道去 像佛陀的那個 那清淨威外道就 玉陀佛蘭 它還修到什麼 飛翔飛翔定 但是呢 它到它那個狗暴進的時候 它出生為什麼 飛翔飛翔 是這樣 飛翔一個出生道 是這樣 就是說它畢竟 就是說你這個世間 這個異界色界 無色界 它是不換的境界 是這樣 那下面就不要解釋了 不用解釋 我只把這個三界 就是三界是不穩定的境界 就三界無關 猶如火無宅的意思 那這裡面 就是我們要體會到 這句話就是說 以諸法要救了三谷 佛陀也就是怎樣 什麼法要 就是這個 一用八大人結之 就是類似八大人結 來令中算什麼 解身之谷 一定要解身之谷 你才能夠 我們才能這樣 處理三界 就才能夠 十二二五一 修學 能夠修學進入我們 才能夠處理三界 也是這樣 這意思在這裡 譬如說 我們要讀一讀什麼 觀世音菩薩普恩品 就是什麼 它怎麼講 眾生被枯惡 無量苦必生 觀音妙之力 人救先苦 觀音妙之力 人救先苦 就是這個意思 眾生被枯惡 無量苦必生 無量苦 就是什麼苦 簡單講 苦苦快苦辛苦 就是那個意思 無量苦必生 觀音妙之力 妙之力就是它有 不可思議的智慧力 能夠救 觀音妙之力 能救先苦 就是那個意思 就那個意思 有時候讀一讀也是不錯 好 請大家再換到那個 副表六 上次副表 第二頁 我們把這個 異界色界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三界苦 稍微了解 三界苦 就好三苦 這苦 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苦有三苦 就好三苦這苦 就是苦苦快苦行苦 苦它就是一種 這種逼腦性 逼腦 對我們這個身 對身體的逼 對身心的一種 有逼 逼迫性 讓我們內心 產生那種 煩躁 腦動不安的意思 這個苦苦就是 苦苦就是什麼 就是八苦 生腦必吃苦 愛悲你求不得應 這壞苦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 我們說 這壞苦就是樂苦 就是這個苦呢 剛開始是種樂 講說 但是我講那一句話就好了 什麼就是 熱乳千半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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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中到來 就是你非常 你畢竟還是要 就是你苦去 苦去 果爸就你無常 畢竟無常的是這樣 無常中到來 那個意思就壞苦 就像你吃 譬如吃飯的時候 吃得 哇 可能吃到一頓 非常舒適的 餐點 或飲食的話 剛才吃得 感官的快樂 但吃飽完後 就是那種 沒有什麼 再想再吃 不想再吃了 為什麼 再吃不下去了 也是一種苦 是一種意思 壞苦的意思 樂苦的意思 辛苦比較危機一點 辛苦怎麼講呢 請大家看到 倒數第五行 倒數第五行看一下 大聖啟心論 這一段就是辛苦的意思 這一行一起念一下 一切心形 念念生命 以事故苦 這個心形就是那個 這個形就是造作 新的什麼造作 新的造作 遷流 新的造作 遷流的意思 念念生命 就是每一個念頭 念念出 這個念頭 念念出 每一個念頭 就是一年生 一年妹的意思 每一個一年生 每一個 剛開始是生 一年妹 以事故 就是很危機 這個辛苦會非常危機的 就是你 其實你要講到 你念起心動內 就是一年生的 當你一年妹的話 就是苦 以生妹 念念生妹 來表示苦的意思 他比較危機一點 確實有危機 所以三界裡面 不論一界 四二界無界 都有辛苦的意思 一定有的 那壞苦 這裡面 一界裡面這個苦 好 我們稍微念一下好了 把一界這個苦 從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苦苦 壞苦 辛苦 此界眾生 有男女 飲食 睡眠等種種欲望 過敏 異界 其範圍 包括天道 俱六 成天 其五趣 雜基地 好 就這樣好了 就了解一下 我們折霸這欲倦的苦 這苦苦 敗苦 辛苦 這其實也是有一些故事 你看 天道眾生 天道的欲倦天 比如說道律天好了 四天晚天好了 那狗暴鏡有 這個故事就是說 那狗暴鏡雖然 他會 一般來講 欲借天來 那狗暴鏡的時候 他有五摔向線 五摔向線 譬如說 頭上的花 慢慢雕尾掉了 那麼身體那衣部 翻臭味 翻臭味 而且本身有光明相 又失去了 是這樣 而且不要本作 他對那個就是那個五摔向線 那就 就是這樣 而且就是那個 那個意思 就壞 那心骨 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 就是大家了解 就是那種 內心的一種 線心的陰連生 陰連媚這種苦 他比較難以體 就是你要 比較難以體會到 確實 那種心骨不要難以體會 苦苦壞苦 或許可以感受到 那心骨呢 那種內心的 念念生媚 念念的陰連生 陰連媚 他比較難以體會 是這樣 生媚就是這種苦 而生媚苦 就是辛苦 比較難以體會 是這樣 社界 我們看一下 這上來一起念 好 壞骨 我們那句話是善導大師講的 善導大師講的話 我是把它稍微講一下 這裡面我們了解社界就有壞骨心骨 沒有苦骨 為什麼你知道嗎 社界它要修禪定 一般修禪定 一般修禪定 要修到出產的境界不簡單 要從味道 一般 易界定 易界定 是這樣 易界定 現在一般要請到易界定 然後再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是戒什麼 易界定 和出產之間又味道地定 是這樣 那這裡我們知道 易界定就是九骨心骨 九骨心 或九骨心骨 那在你這裡面 我們這裡以後再講 這裡面你就 它本身要修什麼 你想想看 你要想修禪定的話 從一般來講 從一般的法門來講 易界好了 你要到達這個易摩天的話 第三天就是易摩天 要修到什麼 味道地定 才能到易摩天 你修了 雖然你修了五界十善 你要想到 你可能最多是到道律天而已 你要想到易摩天以上的話 要修到什麼 味道地定 來自最後一層 就是它話之外 也都要修味道地定 才能夠達到那個境界 那設計要突破 你味道地定的意識 還要通往到出產 要出產的境界 設計 所以要修什麼 不靜觀 一定要修不靜觀 它一定修不靜觀 所以不像 所以它沒有來自北會 沒有人 它不靜觀修得很強 難得看到你的 女的看到什麼 是龍血死尿 就像櫻瓜日手 花瓶成混 看到龍泥死尿 你要修這個 到設計 一定要修不靜觀的 絕對要修不靜觀 所以才 它才不知道 哪你像是這樣 那些沒有慾 它沒有慾 所以不靜觀 是修 修持禪定的基礎 是這樣 要修不靜觀的 自然也不會貪求著 設身相會出的境界 是這樣 它以禪令為死 是禪令 藉由這個 藉由禪令 來算 滋養它的身心是這樣 禪令為死是這樣 無意固 無苦苦是這樣 因為沒有難以 沒有難以的欲望 它對難以 它因為不靜觀 不靜觀你 很牽強 是這樣 但才有什麼 設定 設定 就是它這個設身 還有什麼 這個宮殿 宮殿的設想是這樣 宮殿它所住的 宮殿 其殘業的勒壽 殘業的是這樣 當然 它因為它必須是陰緣所送馬 國暴界還是要 就是還要大 因為業力 都是業力所感的境界 是業力陰緣的成就的 所以不離無常是這樣 所以壞苦 壞苦一定有的 辛苦是因為它內心的 念念生命來講 好 我們再把設計 才要了解 無設計 無設計 我們看一下 無設計 我想 好 無設計 這個 念我們無設計 那一行 好一起念 大聖起序論 那一行就不要念了 一共有三行一起念 行苦行為千流生魅之意 而生魅千流即是苦 此界眾生禪定更深 不但無諸貪意 且無諸色相 其第六四元西空等處 而入空定 因空法持心 故知色相不得其 故名無設計 又名空計 無設計 這無設計 只有行苦 是這樣 這個行就不要千流生魅 就不要解釋了 就是內心的那個變化 一年生一年魅的意思 一年生一魅 就是那一些千流生 一年生一魅的意思 表現著那個千流的意思 那這裡面 這種行苦比較難體會 比較容易體會 只是從字裡面 大概是代表內心的 念念生魅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看 因為什麼 他從初禪、二禪、四禪 四禪 就修了空 念一些想 他知道這些不可得的境界 空無變 它裡面有四定 空無變觸定 宿無變觸定 無無所有觸定 乃至最高的神 非想、非想觸定 是這樣 非想、非想觸定 我們講 因為他裡面 就是說 你看到 我們看最後一支 第六四言什麼? 虛空等觸 就是這個意思 入空定 瞭解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認為 其實他認為 就是以虛空 認為是等觸為入空定 就是那樣 就是把這個 所因境 第六四是能關的心 這虛空是他所關的境界 他認為 就是從裡面 關到 一直關到 不可得的境界 所有人看 他這樣 不只說這個色身是這樣 入空定是這樣 因空瓦持心 怎麼講 簡單講就好了 因為他把這個 所關的境界 認為是真實的 是這樣 那個虛空 不可得的 他本身 他問題是怎麼樣 以空法指 就是內心受死這個空定的法 因空法指 因為內心 這個詞就是內心受死這個空定的法 是這樣 為什麼 他認為這個 這個空的 他這個定 是一種真實的 他把他認為是什麼 內盤的境界 因為他本身沒有無我觀的觀念 沒有無常觀的觀念 就是他本身的致敬有問題 他認為 他這個定 比如說他成就 我們說最好 他最高的定層 非想非想對定 他認為是什麼 他認為是真實的 他認為是真實的 他說 所有內心 安住在這個境界裡面 是這樣 安住在這個境界裡面 這樣 那不對啊 你看不住相 譬如說我們 我要讀一讀什麼 金鋼經好了 我舉個例子好了 金鋼經 在 如果說 昆仁 那個科判的 在第十品 好像秘師 那個人 佛陀就問 請教這個 問這個什麼 西埔理 尋佛陀說 尋佛陀 尋佛陀 遺而虛陀 尋佛陀 尋佛陀 這個出國的聖人就虛偷王國 聖人 他能夠生起我成就出國了嗎 這個孫子虛偷就說 不會 他不會起這個念頭 我是出國的聖人 他不會的 就是說他的內心不會安住在出國的境界 乃至世國的聖人是歐羅漢 用虛偷 因而 歐羅漢人作是我的 歐羅漢國佛 歐羅漢道佛 訓言佛也輸 佛也輸 佛就歐羅漢他聖人 人家不會說我是個世國的聖人 他不會起這個念頭 為什麼 他知道成就這個聖道的境界 還是菩薩的境界 都因你所生佛 譬如說成就佛大好了 金剛就有講了 佛陀就跟徐菩蒂在講 徐菩蒂 我以歐尼奧多羅三秒三菩蒂 乃至無由薩波可德 世民歐尼奧多羅三秒三菩蒂 佛陀他對這個尊子都講說 我成就 我以這個無上不理 乃至無由薩可德 內心 無由薩可德 就不住相 無由薩可德 因為他是心中的境界 無由薩可德就修空觀的意思 就無我觀的意思 乃至無由薩可德 就是空到極出的意思 等一下我會強到那要換 這就是說本身不住相 他不會說我成就佛道 不會有這個心 這裡面是空瓦持 現在你看 這個金剛經有時候讀一讀 他出國的聖人 歐洛漢乃至菩薩佛果 佛的聖人 他不會住說我成就這個聖道了 沒有住這個人 但是以空瓦持心 內心就說 哇 這是我空定的境界 他也執著那個境界 很殊勝的境界 那個殘定力 定功很深 他因為他按住在 那念頭就按住在那邊 所以他沒有修無我觀之故 所以他對這個殘定 殘定 這個慎生的殘定 才是愛糟心的 就愛 哇 這個殘就是殊勝的境界 就這樣 是這樣 所以他狗抱近 就是多到三到三到四就是這樣 以空瓦持心就是因為他住這樣 所以他裡面 他的一切都不可得 他是空 因為他認為是真實的境界 但你像出國的聖人 他不會說我是聖人 他把他成就的那個空性的境界 他不會認為是真實的 是這樣 還是佛是這樣 都不住念 不安住 我是什麼 我是世國的聖人 我是菩薩 我是佛 不會 他念心不會安住在這個念頭上 但這裡空瓦持心就是 內心呢 他認為他是這樣 他認為這空定是真實的 就是這樣 他沒有無我觀的智慧是這樣 以空瓦持心 它孤出身下不得其 所以他認為都是虛無不死 都是空的不可得的境界 但是因為內心有 不知道他是一年所生活 紀念你成就的時候 非想定是既有禪定的一年而成就的 禪定一年是一年所生活 不可得的境界 還是為一年生 在禪定一年之一年近的時候 就不可得的是這樣 他不會沒有體會到 從來以為是 生死的是這樣 從來 因為他對這一年所生活 是無常的 無我的 他沒有體會到 所以他還是有 還是不是 因為他畢竟不是救徑的地方 所以是這樣 不過也是不簡單 如果空定了 如果空定了 無色界的定是不簡單世界 大家瞭解 無色界就是很辛苦的意思 大家覺得好 我們再看一下課本 講表這邊 以諸華藥救了三苦 這樣這個意思 這裡面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講一個故事這樣 簡單的 在佛陀時代 有位長者 這位叫匹舌樓宣長者 生平都不種善根的 沒有信心 而且是邪之邪見的人 崇拜於邪 因為外道 因為在佛陀時代可能是信外道的神 他認為邪神 不信英國 他認為布施 他就是不信英國就是了 不相信 不信英國就是了 這個是邪之邪見的人 他沒有善事英國的觀念 這是為了比 因為歐羅漢 因為歐羅漢 他叫優貪伯 優貪伯比丘 他有宿命通 這位羅漢就知道 這位長者 他壽命將盡了 而且是因為這個不信英國的人 當然他每會 違約作歹 他每會造作一些 他要殺到淫貫的事情 十萬要下人 要下第一了 他知道 這位羅漢可能跟他有緣 這羅漢就有悲憫心 其實羅漢在的是 他如果在世的話 他有悲憫心 他有慈悲心的 他甚至想要度化這位長者 他有顯現什麼 種種的神通力 換變來淫度這個長者 就這樣 我說上換變怎麼講 剛才我唸那個什麼 普文品說 眾生被孤兒 無量苦逼生 觀音妙之力 仁舊宣苦 具足神通力 廣修之亂變 十萬諸國土 無煞不現生 種種諸而去 地鬼出生 先老病死骨 一見心靈妹 他怎麼樣 以神通力 就是用這個神通 就類手腕一樣 裝化輪一樣 他用這個神通力 讓這個長者 這是真的有好像不可思議的 好像就看到神一樣 就是這個意思 就佛陀 這樣觀世音破壞筆也是一樣 他用具足神通力 廣修之亂變 學完諸國土 無下不現生 就是千百億花生 不管是千百億花生 算是三十而已 也是千百億花生 種種諸而去 地獄鬼出生 三二道 聖老病死骨 一見心靈妹 就是這個意思 他就是這樣 用這個神通力來引渡 方便來渡化這位長者 這個長者看到了 當然他顯示這個神通力 就像觀世音破壞一樣 哇 不可思議的境界 這樣就信了他的話了 就在臨終 在臨終的前五天 臨終的前五天 營煉的自食精 用香湯 用湯 供養釋迦摩尼佛 就是經過這位羅漢德倩導 他用香湯來供養釋迦摩尼佛 經過五日 這個長者死去了 但是因為他本來要下第一道 結果因為臨終 臨終的前五天 用香湯來供養釋迦摩尼之故 供佛的供德感 算是哪 四天晚天的 而且從天后天一直到 從道立天、夜摩天、多摩摩天、法羅天 然後又下來 又下來 又到佛羅天 一直到四天晚天 就這樣 就這樣 六十節終 然後六十節終 不知道 不生三二道 就不到三二道去 然後最後下生什麼 人間 既有這個 又要了 善了一年 出家了 又成叫什麼 成叫什麼 辟絕 就是阿羅漢的國 你看 就是這個 佛陀 不是佛陀 就是說今天不能是佛菩薩 這法身菩薩好了 還是這位羅漢 這也是菩薩心場 羅漢 你要有慈悲心 就把一位張哲 本來要下第一了 就是這樣意思 本來要到第一受苦了 然後讓他臨終的前五天 一念 就是這一念 雖然過期生 今生 照做什麼 無量編的追 但是臨終這一念 所以臨終五天 能夠以這個香湯來供養 私教魔力佛 轉變了那個狗暴體 你看 又是吧 最後 尤其會到 異界殿享受無益之樂 然後又回到人間 成就什麼 出家 成就什麼 歐亂國 不可思議就這樣 就是這個 當然問題是這樣 你是否能夠遇到什麼 佛菩薩的那個說法 是這樣 因為剛好跟這位羅漢有緣 是這樣 大概這個意思 其實還有一位尊者是誰 摄柳有緣者 他救拔誰 救拔那位 有一個最靈性的 就是精體尊者 有沒有聽過 精體尊者 有沒有聽過 精體尊者 七歲就什麼 他過期生是一隻小狗 一隻狗 也是被什麼 摄柳有緣者 救拔 就是這樣 這故事以後再說 大概這個意思 然後我們看一下 再看一下 以諸法要 救有相同就是這個意思 就對著 他以種種的法門的要 使勁眾生能夠 能夠處理三界 是這個意思 就是把 因為這個要 救法 這意思就是 眾生能夠 聽聞佛法 能夠聞師修 依解其行 而處理三界 是意思 然後接著我們看 顯現道義 顯現道什麼 顯現道 你看一下道什麼意思 道就是菩提的意思 一就是心 菩提心 顯現菩提心 什麼意思呢 他也是 藉由說法 教阿眾生 能夠 發起菩提心 這個顯現就是 藉由說法之故 使勁眾生能夠 發起菩提心 這顯現就是發起 能夠眾生聽聞佛法 能夠如理思維 而發起菩提心之故 是這樣 然後無良果 什麼 無良果什麼意思 因為呢 藉由菩薩的開導之後 眾生能夠 因為發起菩提心 人家就能夠修持 能夠積極的修持 六度萬恨 六度 不施慈悸 不施慈悸 忍入盡禁 禪定 自費 這個 所以能夠 藉由這個六度萬恨 能積極的無量的功德 是這樣 意思也是 菩薩就是他藉由說法 使勁眾生能發起菩提心 顯現就是能夠 顯現發起菩提心 而且呢 藉由他的開導 能夠修持什麼 六度萬恨 自然而然 能夠 積極的 無量的功德 因為透過六度 布施到 撥自費 波羅的自費 所以能夠 成就無量的功德 是這樣 而且呢 受法記 再講受法記 成人正解 這樣講呢 這個就是 我們知道 這些都是 法生大事 法生菩薩 乃至等級的菩薩 他們的受法目的 不只是要 讓眾生們 離苦得了 成就生道而已 而是要怎樣 讓眾生成就 無上菩提 那受菩薩記什麼 受 受這些 一般的菩薩 就是 教官一般的菩薩 能夠 受菩薩 成佛之際 就是他們能夠 一般的菩 讓一般的菩薩 能夠為他們 受去成佛 受去做佛 什麼意思呢 受去做佛 受去做佛 什麼意思呢 他能夠跟你講說 你大概 某個節 你就成就 成就佛 無上菩提 而且你的佛號 你的名道是什麼 而且你在正法有幾年 相法有幾年 末有幾年 而且你的地址是什麼 就講了 在廟佛亮經 這段話也就類似那個話 有多少個菩薩地址 有多少生文地址 就是那個意思 為菩薩 為菩薩 受祭成佛是這樣 什麼成等正解 讓這些菩薩 未來能夠成就 無上菩提的意思 成等正解 未來能夠成佛 因為竟然要為這些菩薩 受祭做 使他們未來能夠成就 無上菩提的意思 這個意思 再把這段就好講過了 這是轉返的部分 接著我們看一下 內盤相 入內盤相 就是最後 這八相成到最後一相 就是入天盤相 為什麼入天盤相呢 這是因為佛陀 跟眾生的因緣禁的 所以才入內盤 這內盤就是這種 就是我們說受終了 如果說我們說 事實的話 就是他果報禁的 那佛陀因為跟眾生的因緣禁的 入內盤 是這樣講 那佛陀秉聖是不生妹的 你看我先講一教 大家要讀一讀 人家誰 那個 那個有時候讀一讀那個傳記 那個日大師 日大師的傳記 你看這樣 那日大師他讀到 他也是讀誦這個 《妙法靈外經》 他讀到夜晚本世平的時候 跟夜晚本世平 可能在第26 他唸的 他唸的是 是正經市民 聖武保共有路來的時候 他看到什麼 林山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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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未善 就是佛陀還在什麼 林揪山 就在我們說這個 七蛇孤山中 在講什麼 佛陀佛陀佛陀 林山一善 也能未善 好像沒有 還是繼續講 未善 就是還在繼續講 沒有善 就是沒有善 就是沒有結束 佛陀看到 就是四者大師 還看到 釋迦摩里 他講什麼 叫 廟佛陀佛陀佛陀 這次看的境界 就是這樣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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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把內盤稍微講一下好了 內盤像 什麼內盤 要不解一下 我這個是根據這個 這個五一大師的解釋 他說什麼叫內盤 我把它稍微瞭解一下 內盤 我們看一下 第七頁 就是第五行 內盤 這兩一起念一下 不生不媚之意 佛久正此無處內盤 今未有言度盡 故事垂陸無疑內盤 始不同二勝之一媚永媚也 結果內盤就是不生不媚的意思 不生就是本來一切本來就是不生了 說不生才有不媚 是這個意思 簡單講就這麼簡單講就好了 以後我們 等一下我們可以講到 不生不媚的含義 這裡面佛久正此無處內盤 無處內盤 這個釋迦摩柳早就成就佛道德 不是說三千多年前在印度成佛的 我們都會想 他是在三千多年前 其實他早就成就佛道的 無處內盤就是 你說無處內盤就是 你把心理給他 九正此成 無上補底的意思 因為有言度盡的 因為有言的眾生 因為今天會神的入目內盤 因為有言的眾生 他已經度化盡了 所以故事 故事線垂陸 垂陸 就是將入於什麼 就像我們要入什麼 臨終意 垂陸內無意的意思 就是我們事實話講 臨終的意識 臨終的意識 將入什麼 那狗抱看近 就是狗抱要近的意思 但是故事不同 二聖之一昧有昧 因為二聖人 二聖的聖者 聖人 二聖的霍羅漢 聖文元傑的聖人 因為他們是我空 法友的境界 他任何是 內盤是真實的 是真實的 是長熱我盡 他任何是 他只走這個內盤是真實的 所以入內盤 所以在入昧 他就 眾生有種種的苦 他都不會管的 就沒有大悲心了 本是因為他沒有花起不利心 所以他入內盤的時候 就眾生的苦 他不會理會贏 但是他再次的時候 就像剛才那個故事 他如果 沃羅漢的話 他再次的話 他有慈悲心 他會幫忙人家 他有慈悲心 但是一旦入內盤的話 他不會管你了 佛是不一樣 他不住內盤 能夠從空出甲 修甲觀 能夠救度眾生 菩薩都這樣 佛菩薩都這樣 歐拉因為沒有大悲心 因為他本身的因地沒有花這個 普利心之故 是這樣 所以一昧有昧 一昧就是入了內盤後 永遠不會出來 但是這是這麼講 其實佛菩薩會救罷他的 是這樣 以後再講 他累了 我們現在怎麼樣無誅內盤 這兩個一起念一下好了 為諸佛菩薩 有智慧故 不住生實 有慈悲故 不住內盤 不住生實 故能非昧是昧 不住內盤 故能非昧是昧 這是我一大師的話 但是了解一下 因為佛菩薩講法 有時候他們有深入潛質 有一點要深一點 當然沒關係 諸佛菩有智慧故 這個智慧故就有剝落智慧 就是這個智慧故 不住生實 就是你看這個智慧就是這種 我們說第一 就是那個中觀的智慧 不住生實 就所謂我們說 猶如臉花不走水 不住生實 不住有的意思 不住有 不住因人所生法的意思 要了解一下 平常要記起來 什麼要不住 不住 不住就不住什麼 因人所生法的意思 就不住有 有慈悲故 因人本是因人有花不離心之故 有大慈悲故 所以不住內盤 這不明就是什麼 日夜不住空 不住什麼 空性的內盤 內盤就是空 空性 就不住空 不住空 不住內盤就是不住空性的內盤境界 就不住什麼 真地的意思 不住生實就不住什麼 不住什麼 不住因人所生的孰地 有真意 你要提味一下 有慈悲故 不住空性的內盤 不住真地的內盤境界 那不住生死呢 因為不住生死 因為他有智慧 他知道 因人所生法 當地移公 沒有自信 沒有真實性 所以能非媚是媚 媚就是內盤境界 能夠不住 非要什麼意思 非是不住的意思 不執著內盤境界 而視著內盤境界 不住生死 不能非媚是媚 媚度的意思 那不住內盤呢 就是慈悲故 能夠非生 視生 能夠不住 非就是不住生死 而視什麼 視什麼 身就是八強成道的意思 經理我們講說 他不住內盤就因為 視現什麼 八強成道 就是顯現他的前巧妙用 這個前巧妙用是因為能夠從空出甲 從內盤的空性 到達眾生的生死盡情中 來救把眾生是這樣 非生 視生 那這裡面呢 這個內盤這個了解 我們也說要講 這裡面也是以用佛環晶 佛環晶來說明一下 這個佛陀世界內盤有什麼含義呢 為什麼要視內盤 這個世界內盤有什麼 要做 有兩個含義 佛環晶 佛環晶的佛不失意 佛環晶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視現的內盤是 動中生 悲念 我們看一下倒數第二行一下 悲念做佛事 悲就是當中生的 產生悲傷的心 哀痛的心 然後念就失戀 失戀 佛能念內盤 就想 哇 就是這個 就想 失戀他 佛能念內盤了 做佛事 這佛事就是 讓眾生能夠升起信心 能夠乃次離苦得樂意識 佛事就是讓他 藉由他的 譬如說 可能說法 藉由說法 佛事說 四千列盤這些 佛事脫波 起食 那些怎樣 讓眾生能升起共進心 信心 常規心 乃是 離苦得樂 佛事的意思 這裡面 我們一起念一下 從第七頁 最後一頁 一起念到 第七頁 在第八頁的第三項 第二項 一切諸佛諾諾時 無量眾生 悲毫替氣 增大憂勞 地鄉張固 而作誓言 乃是真有大慈悲 安寧勞逸一切事間 畏舊畏歸 如來出現 難可執意 無聖伏庭 以今有魅 即已如是 令諸終生悲毫煉目的方法 而作佛事 就是這樣 因為他 我們知道 我們才換到第七頁一下 一切諸佛都這樣 他的試驗八強大道 最後一項 就是入內盤 讓眾生能 因為知道 讓眾生能升起悲 因為知道 生起悲痛的心 好是什麼意思呢 悲好什麼意思 大聲哭的意思 大聲哭 替氣 替是眼淚的意思 替是眼淚 替氣什麼意思 流淚哭泣 眾生會大聲哭 因為悲痛 悲心 從內心生起悲痛 悠傷的心 然後大聲地哭 流淚也哭泣 身大悠腦 這意思 文是這麼講 身大悠腦就是悠醜孤腦 因為佛是我們依歸日 三保的依 是一定要走了 內心有一種悲傷 自然會 流淚悲哭泣 互相戰士的動 看一下 看第八頁 因為佛陀出現的辦法就是來 度過終生 死地終生 離苦得樂 所以你今天 世期有依 我們歸一 今天出生 埃米勞育一切世間 為救 他今天出現是這樣 救把終生 救這個 他今天目的要是來救把終生 離苦得樂 救把終生 死地終生 離苦得樂 為歸 世文 歸一處 是這個意思 好 這就不要講了 其他人就 就是說他這裡 他這些是讓終生 目的怎樣 讓我們終生 生起 可養心 蘭昭玉的心 就生起公經 那有公經心 蘭昭玉的心 意思在這裡 用這個讓我們生起這個 可養心 蘭昭玉的心 公經心 來用這種方 用這個 內盤的 讓我們生起 這個蘭昭 做佛事這個意思 第二個 他因為佛陀 內盤後 有那個設立 留起來 流傳 留下來 讓大家能夠 你看 禮拜 讚嘆 供養 眾生呢 藉由這個禮拜 讚嘆 供養 禮拜 讚嘆 供養的話 盛行了 盡息音 來自呢 禮苦得樂 這段話可能比較多一點 那念一下就好了啦 一共 要多一點 從這一行 從那個 第四行一直念到最後一行 諸佛 諮話如一切 天人 榮神 夜叉 琴叉柏阿修羅 加罗罗 吉纳罗 摩罗杰 人非人等故 随其要义 智翠其身 以为色力 无量 无事 不可思议 令诸众生生起尽信心 恭敬尊重 翻喜 供养 修诸功德 既诸圆满 又以诸天龙八部宫中或诸天宫殿中 建立起种种专严的色力 它以为供养 除此之外 佛的色力 牙齿 爪伐 都供奉在塔中 令其见词皆惜念佛 念法 念身 信要永不退 转动摇 沉浸尊重 再再处斥 不失供养 修诸功德 以识福顾 佛生天上 佛楚人间 种族尊荣 所有见识 西皆清静 不入 恶气 常生善大 恒德见佛 祭祖 清静 纯洁的上法 以三有忠 素德 出离 各随所 厌获至圣国 以如来所 知恩 报恩 勇于事先 作所归一 这里面 你看这个 这里面我讲 我不要再解释了 因为太多 我知道 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就好了 第三行 以识福顾 就是你透过这个以识福顾 就是因为透过这个布施 诚信的供养 乃至礼拜 赞叹 这些福顾 就是你透过这个 因为佛的设立就在佛的法身一样 等于看到佛 你设立就是等于佛的法身一样 就是这样 代表佛一样 你自然你借由布施 礼拜 赞叹供养 这福顾 圣道的散叹道就是意思能够得到福报 就得到可乐得到福报是这样 但是你今天跟他 他因为他是一种殊胜的境界 他不是一种 他因为你布施这种 这三宝的境界 是我们唯一是能够能够能够 他你跟他三宝建言的时候 他丢下来 那你引导他 成就圣道德 我讲个故事好了 讲个故事不要获取 大家了解一下 更清楚 这过期节中 有位叫做伊尔的欧罗汉 伊尔的欧罗汉 他过期是怎样 其实用一朵鲜花而已 用一朵鲜花来供养什么 佛陀的舍利塔 这一念心 就用这个鲜花来供养佛陀的舍利塔 那时候 九十一节中 我晚上在人间天上而已 享受什么 无疑之乐 九十一节 享受无疑之乐 都没有到三二道去 九十一节 然后呢 又因为在这个在天 有时候在天 异界天 有时候在人间 所以想说无疑之乐 想说不尽 又有因为这个剩下的乎的因缘 在发心出家修道的时候 一一属无力 就是生活上 无所匮乏 生活无所匮乏 而且成就什么 最后成就什么 瘤乱国 这是根据什么 大自主论三十二剑讲的 三十二剑讲的 就是它只一朵一朵鲜花而已 共有什么 自成性来共有什么 佛陀的舍利 就这样 九十一节 就在什么 人间破天 异界天 就来来 来来去去 九十一节 没有到三二道去 而且人家在 因为这个福德 剩下还有这个福德 当然在出家修行的时候 生佛就十一住行 无所匮乏 成就什么 瘤乱国 就这样 是大自主论三十二剑讲的 所以你攻佛设立 你走得福德 让他这个 就是这个布施 虽然是不是很乖 但是你最后成就 你跟他结缘的时候 你一定成就生到的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也是一种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你布施供养 是一种大福田 福田 但田有 卑田 敬田 恩田 今天是 这是大福田这个境界 这个敬 就是三宝境界 非常殊胜境界 你共有舍利塔 说不可思议 是这样 所以这里面讲的 你看 就是倒数地上 倒数地上 看一下 以三流中 数得处理 因为你看一下 倒数地上 中间那边 以三流中 数得处理 就是这样意思 就是跟刚刚的故事一样 就是共有舍利塔 不可思议 是这样 好 我们再回到 他把这里的室内版的 他佛罗的室内版有两个含例 就是这样 第一个 让我们升起来 可养心 共进心 让我们升起来 第二个 让我们 藉由佛陀的设立 自然会发起什么 在佛陀 因为内版后 又有设立的流传 藉由共有佛陀设立 生起什么 精进心 常规心 乃是 藉由布施供养 赞叹 而能够离苦得乐 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我看那个 艺术业 看讲表 对不起 回到讲表 大家跳来跳去 讲表一下 讲表 艺术业第一行 这一行是内版相 我们一起念 四线 魅度 整记无奇 消除之肉 举重得本 就是内版相 这一行而已 四线内部 这佛陀 因为跟刚刚讲过 因为 就是我一大松 因为跟他 度化 有人重视淫尽的 所以 四线 内蔑度 这个魅度就是内版的意思 什么魅 这魅就是意思什么 生魅魅仪 极魅为乐的意思 就是魅的意思 度呢 是意思什么 度月什么 生死了苦海怎么样 生死过海有什么 昏丹生死 便利生死 度过生死 就是魅度的意思 这魅度就是什么 就是内版的意思 刚才我一大松 就是不宣布魅的意思 就是四线魅度 是四线内版的意思 那这个四线魅度的目的要怎样 目的怎样 整记无极 无极 就是我们说无极 无数的众生 就今天四线 佛陀最后一项 最后四线八项 就是四线内版 目的要拯救 忌妒 无数 无量无数的众生 这几就是无有穷己的意思 无有穷己的意思 目的要拯救 忌妒 无量无数的众生 就这样 无有穷己 无有极 无有边 无尽的众生 那佛陀如果救度众生呢 就是刚才那两个意思 目的要拯救众生 怎么度化众生呢 怎么救度众生呢 目的要拯救 消除猪肉 众生生 什么消除猪肉 第一个 让弄生呢 神起什么 出离心 这个肉就是环绕 消除 种种的环绕 就是什么环绕 一阶 色阶 无险阶的烦恼 就是断除色阶 就是断死猪肉 种种的贪嗔之慢疑 不正见 肉就是烦恼 断除种种的烦恼 这怎么讲呢 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好了 在佛语 请大家回到 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副表六 副表六 对不起 要跳副表六 我们看一下 看那个佛语教经 佛语教经 哪里看到 就是佛语 副表六佛语教经 你们看到 刚才我们念到 我们现在怎样念呢 佛语教经 你们看到第一 副表六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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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语教经 佛语教经 这一行 一起念念到 倒数第三页的中间 如刷厌杰而不欢喜 好不好 这一页好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个副表六佛语教经 直到你终生的 能够 发起初离心 你要发起初离心 你要发起初离心 怎样 你发起初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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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离心 八十离心 那是非常专严相 就像法身一相 真的 因为它是由 从本垂击 以前讲过 从本垂击 三则像 八十随心 好的 化身佛 那是非常专严的 但是四离心 内盘是这样 好像房墓一样 那我们众生能够发起 盛行 紧急 反省的力 怎样 像佛陀那么殊胜 那个三则像 那种 竟然会 就是它 事先那种好像 防护一样 你看 看一下 看哪里 对不起 你看佛语教经 你看 我经 你看 就是佛语教经 下面 第二行 我经得妹 有看到 我经得妹 我经能够 我经能够 入内反的话 是因为 如除恶病一样 他整个意思 把他这个射身像 他这个钻脸色 那个是恶病 而且他有 此次因此 醉二字 好像醉二字 醉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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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色相 但是他佛頭差太多了 他這個微妙的色身 就像等同華身的一樣 他是專領相 那個非常專領相 你看 還像房屋 陰捨之身 佛頭能夠放下 把那個色身放下來 你看 陸內版是這樣 所以他那一種讓我們反省一下 這個是要處理世界 一定要發水處理心的意思 要發水處理心 你知道 你就修行聖道了 是他會修行禁法門 才能夠除去什麼 種種的煩惱是這樣 才能一節即行 是這樣 你沒有發水處理心 怎麼一節即行 怎麼能夠除去種種的煩惱呢 是這樣 那佛頭你看 執中德本 這裡面執中 什麼執中 下面看 對不起 那我們就不換復表 看課本 將表 第十五頁 最後一句話 執中德本 這個字就是種子的意思 種子什麼 就是栽培的意思 栽培什麼 種種的功德的根本 從四面上意思 栽培種種功德的根本 什麼功德根本 簡單講 什麼德本 就是種種的上根 這上根很簡單 我們再詳細的解釋 什麼德本 就是什麼 波勒 還有福德的根本 佛德的上根 就是波勒的上根 福德的上根 就藉由佛頭的內盤 栽培種種的福德的上根 波勒的上根 因為有福 還有智慧才能成就佛德的上根 所以我們說兩之尊 佛是兩族尊之尊 佛是有福報圓滿的 它智慧圓滿的 它叫佛是這樣 所以藉由佛的內盤向 我們能夠讓眾生栽培的種種福德的滋養 智慧的滋養 是這樣 那為什麼 就是剛才講過 因為佛的內盤後 它有設立 透過我們眾生的種種的禮拜 讚嘆 供養 藉由禮拜 讚嘆 供養 而成就什麼 福德之良 乃至過了智慧的智慧是這樣 是這個意思 好 那大家就把這個內盤向講過了 我們再看一下 截探一下 算以截探 全是二得 這題是截探什麼 八項成道的功德 是截探八項成道的功德 這一行一起唸 這也比較很簡單 聚主功德 唯妙然良 游出佛國 普現道駕 這個就是說 截探了 就是說 他這個菩薩呢 他世間的八項成道 他本身聚主什麼 什麼功德 自立 立他的功德 自立就是什麼 自覺 覺他的功德 就成就什麼 智慧的功德 慈悲的功德 唯妙難良 妙難良 唯妙就是 非常唯妙很難 妙這個不可思議的意思 難良很難施良的 為什麼難施良 我們知道呢 佛菩薩這些法身大事 就像佛一樣 他的智慧很高超 就理智高超 慈悲高超 還有什麼 恨念高超 恨念高超 什麼意思 就是虛空皆盡 眾生皆盡 眾夜盡 眾防腦盡 我只恨念 十大冤婉 你從你進出我到不就要 我又充盡 就是恨念無盡 就是恨念高超 所以很難什麼 很難施良的 很難施良 是這樣 然後這裡下面是說 第一句話可能就說明實德的重要 說明實德 讚嘆那實德 下面是讚嘆什麼 全德 由諸佛果 普現道教 佛菩薩 法神菩薩 佛菩薩 他能夠 所言 視線的意思 所言 所言 能夠 由化諸 能夠 到十分世界 教化眾生 由諸佛就是能夠 到十分世界 諸佛世界 能夠 能夠 到十分世界 教化眾生 然後普現道教 普遍的視線道教 這個道 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是道是指 八祥神道的意思 八祥神道的意思 第二個解釋 視線 種種的法門 道就是法門 視線 種種的法門 教是意思 來教化眾生 是不是能夠 到十分世界 視線 八祥神道 來教化眾生 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是把這個 解釋 解探這個八祥神道 就是 這一行 好 我們先就 時間 我們就先下課 好 剛才 剛才我們是把這個八祥神道講過了 接著我們要看到 接著要講到 讚嘆這些法神菩薩 他 自立 立他的功德 讚嘆 其實你看 從八祥神道 到這裡 讚嘆這些法神菩薩的功德 有時候我們會起疑惑 其實這不僅是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就是讚嘆 應該是 應該是 跟無量壽有關係 怎麼會講這些法神菩薩 等劫菩薩 這些自立 立他的功德 或是讚他那全德施德 其實我聽過很多法師在講 講無量壽經 其中有一位法師叫法葬法師 法葬法師就是那個 台南歆恩佛士的助詞 我聽到他講過 他說 那這個正訊息 這才是屬於正訊息 還不是正中分類 正訊息 他說 講那麼多 你看 我們還沒講完 他說 其實他是在那樣 讚嘆什麼 歐彌陀佛 陰帝的功德 這些八婆就是歐彌陀佛的陰帝 其實我們講 我們講 從八強橫道 現在講的 讚嘆這些 法神菩薩自立立他的功德 實在其他 讚嘆什麼 歐彌陀佛 陰帝 是法神 法葬菩薩的功德一樣 這說明是歐彌陀陀佛 陰帝的修行 那你自然會對這個歐彌陀佛 他俗成的 常常講 生氣的體會 但我們體會到歐彌陀佛 他俗成的功德是這樣 他陰帝就這樣了 所以藉著是這樣 第二點呢 他也講到 但我們對這個歐彌陀佛 極的世界能夠更生氣什麼 仰慕之心 還是什麼 深深的信心是這樣 他陰帝就這樣能夠自立他的 何況在歐彌陀佛極的世界那個境界 更能夠自立他 就是你能夠更生氣的體會 更能生氣一種仰慕之心 就是說我們現在研究 其實在講什麼 雖然是講這些大菩薩 等級菩薩的功德 其實也是講的 歐彌陀佛 還沒成佛以前 他的陰帝修行的功德是這樣 讚嘆也是讚嘆歐彌陀佛的功德 不是說讚嘆這些法生菩薩 有時候我們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 其實讚嘆這個 就是歐彌陀佛 法藏菩薩 陰帝修行的功德一樣是這樣 大家要這麼體會 對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 有道理 因為有些法師 沒有談到提到這邊 我是講這句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看這裡 探其惡力功德 一分成裂探 管探 這個智力其實它也涵力怎樣 讓我們能夠生起 能夠一種 有種 漸行施起的心 效法的心 漸行施起 效法這菩薩那種 智力 立他的那種功德 也是有一種 有種 就涵語 那這裡面有裂探 裂探 因為它裂探有分之三 裂探有管探 裂探這裡也有用三行一起念 齊所修行 清淨無慧 譬如幻思獻眾意象 為難為泥 無所不便 本學明瞭 在意所為 此之菩薩亦惚如是 學一切法 貫眾履念 所處安地 民不敢化 無數佛圖 偏西普現 未曾慢自 敏傷眾生 如是之法 一切祭足 其所修行 這些大菩薩 法生菩薩的修行 清淨無慧 清淨 這清淨 就是內心是能夠 他所修行的 修行的 不是自立也好 立他的修行 都是何無什麼 清淨性的意思 何無自信 清淨性的 就是內心能夠安住在著 我空法空的正如理 是這樣 無慧就是能夠 列列什麼 誰說什麼 無我的 無我的智慧 無慧 這個六指環經 有一句話說 有我醉即生 王公無無比 有我 你是以我的心什麼 雖然你是以我的心什麼 你修善法 是以我的心去修善法 還是什麼 人天福報的真善而已 還是流轉生死而已 這個無慧就是一種 以無我的心 來修善中善法的意思 簡單講 這個是聽我們 就怎麼講 清淨性的意思 就是一體其用 用懷造體 什麼一體 一子什麼 清淨性來修學中善法 而且呢 用懷造體 在修學中善法的時候 觀照這念清淨性 就是你能夠不著名 不著立 我今天拜佛念佛 你怎麼講呢 比如說 一體其用 我一子清淨性來修學中善法 用懷造體 我一子清淨性來修學中善法 用懷造 我這念什麼 清淨性 我第一個 我今天拜佛念佛 種種的修學 不是 不是為了什麼 不是為了明武逆養 也不是為了得到什麼 未來可樂斗包 就是你要觀照一下 觀照體 這個體 和這個清淨性相應 是一樣的意思 清淨未有這個意思 它這裡面呢 就講一個P義了 譬如 就是P義說的 譬如飯師 飯是怎麼樣 飯就是變性 種種不同的境界 就是飯 因為它有 藉由這個 有精巧的魔術之故 精巧的魔術 所以能夠變現 種種境界 所以譬如飯師 叫什麼 魔術師的意思 魔術師 就是飯師 譬如魔術師 能夠視線什麼 變現種種不同的像 是這樣 這怎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從佛奧的角度 佛奧的角度來看是什麼 就是所謂千百億化身 就釋迦牧的千百 它是什麼 官司不知道什麼 三十二一的意思 那用武德講說 大作夢中佛事 夢中佛事 意義這樣 大作夢中佛事 建立所謂道常的意思 在這個變見 這個種種不同的像 其中呢 在變見種種不同的像貌中呢 有時候是男的 有是什麼 女的 有時候是男的你 無所不變 所以就是怎麼講 就是 一理合身得物者 極限合身而為修法 這個意思 無所不變 這個意思 也能夠一理合身得物者 極限合身而為修法 意思 然後 本學明了 在於所為 本學明了 什麼本學 這個本學就是說 它對這個 對這個修學這個 變現種種不同境界的法門 當然通達 明了就通達 很通達 我們看一下 看上次的護表 護表第三頁 護表六第三頁一下 上次護表六 第三頁 本學明了 本學明了 看一下 這一行是根據那個 慧穎大師的解釋 因為我以前 這個解釋 我們看一下 這一行一起唸 這邊 本學明了 意襲畫法 學為畫本 顧名為本 以佛畫法 習之為善 你學明了 因為本學明了 這句話 很多法是有不同的解釋 我看了 慧穎大師的解釋 簡單一點 他不要很淺顯 就依照他講好了 以前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就本學什麼 本就是自音心心 所謂的一體求用 對這個一體求用 用懷造體 通達的意思 講那些 因為現在 暫時不要講 這是第二個解釋 因為以後再講 這個 因為他這個慧穎大師講的時候 很簡單 大家了解 比較容易了解 其實本學明了也是很多解釋的 那什麼叫本學明了 就是修學什麼 教化終身的方法 就是教化終身的方法 教化學 教化終身的方法 因為方法很多啊 學為畫本 你修學 你修學是一種 教化終身的根本 物理為本 是這樣 那以佛畫法 在這裡佛畫就是說 你佛的那個 那個千百億 就是說你佛他變化 比如說千百億化身 比如說變魔術這個 就佛的 像佛那個 現現那個千百億化身的法門 他能夠修 他能夠 就是對這個佛陀 那顯現千百億化身的法門 能夠修學的話 那確實是擅長的 就是習之就是能夠修 能夠修持他的 這個維是否 確切實實實 確實的 確實的 就授善 善就是 確實是好的 就善長 就是確實能夠 擅長於總統的變現 就是說他能夠修學之後 確實能夠 確實能夠擅長於變現 變現總統的法門 怎麼講 這個習之偉就是一種能夠確實能夠 依你和聲的路者極限和聲的維修法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學民俄 他這個修學已經通達了 修學這個千百億發生已經通達了 在這個意思 因為他本什麼意思 學為本是教化衷生的根本 他很簡單的意思 就本就這個意思 因為是富允大師的解釋 就是學習教化衷生的方法 所以能夠 我們再回到這個講表的課本這邊 本學民俄 在義所為 這什麼在義 在義就是任意 任意所為 任意 什麼任意 就隨意 這什麼意思 他能夠不假失守 無公用處 要不假失守 能夠任意的 方而自然的變現 種種的相貌是這樣 所以他今天能夠 因你和聲路者極限和聲路者 就是很自然的 不是不假失守的 就是一樣 不假失守 無公用的 不是 我要就是能夠很自然的變現 變現那個果爆出來 問題是怎樣呢 教化眾生 慈之菩薩 然後接下來慈之菩薩 義乎日 就是這些法生大師 法生報仇也是一樣 就像魔術術一樣 然後變現種種的果爆 就是千百億法生 菩薩的善生意一樣 義乎日 義乎日 就像上面講的一樣 義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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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范師一樣 而且那個不論戰 他自利也好 利他也是清淨無惠的意思 學一切法 貫重 理念 他學習一切法 怎麼法 不論是世間法也好 初世間法 都他的這個世間法 除了他的因果性相 都是這樣 貫重能夠融會貫通 這個貫就是融會貫通意思 學那個不論世間法 初世間法的性相因果 他能夠融會貫通 而且能夠重 這個重 我就重而分析 重而分析都很清楚 那個理念 就是理念 詳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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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詞 很詳細 詳細的 戀就熟戀 很詳細 很熟戀 很詳細 熟戀 很詳細 熟戀的意思 就是對這個世間法 或初世間法的因果 因果性相能夠 都是這樣 融會貫通 分析得很明白清楚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換句話說 對著司法界 一暴正暴 就是藍藍法 清淨法 四聖六環法界 因果性相 都能夠通達了解 很清清楚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學一些觀眾理念的意思 鎖住安地 這本來我本來想要印出來 但是很簡單 鎖住安地 根據這個費影大師 他說怎麼樣 以守住法 安心審定 聽起來沒有說很詳細 剛好看一位法師怎麼講 他說 內心能夠守住 對守安住的法 就是對他 其實安住什麼 我空法婦的真理 就是守住法的意思 就是內心能夠真實的 這個地 就是這個地是這樣 名詞叫真理 四聖地 四聖真理 地就是真理 如果說耶護者 仔細 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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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仔細的意思 仔細聽 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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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就有說 他用這個地 有一種真實的意思 真實的意思 怎麼講呢 內心能夠真實的 安住在什麼 背字的境界 內心能夠真實的 安住在 安住在什麼 背字的境界 內心能夠真實的 安住在 背字的境界 內心能夠真實的 安住在 背字的境界 是這樣意思 安地 這個是內心真實的 安住在 背字的境界 為什麼 因為和下面真實的關係 它雖然 安住在我空法中 安住在我空法中 也是根本字 也根本字 也根本字來講 內心安住在 背字的境界裡面 雖然能夠 無一不感化 無一眾生 無一個眾生 無不受菩薩的感化 是這樣 無一不感化 就是這樣 表示它大悲心 然後呢 無數佛土 皆悉普現 它能夠在 無量無性的佛世界裡面呢 皆悉普現 能夠視線 種種的化身 教化從 皆悉普現 就是能夠普現的 就是所謂千百一不發生 其實就能夠在無量無數的佛世界裡面呢 能夠顯現種種的視線 種種的 不論是正報也好 衣報也好 來教眾生 簡單講說 它能夠千百一不發生 來教眾生是這個意思 很簡單 很簡單 那下面呢 讚嘆者們 它是一種 就是前面那一句話 起所謂 清靜如悔 我們看到它修行不論是自立也好 例它也是清靜如悔的 為什麼 就是未成慢智 敏傷眾生 未成慢智 不論在自立也好 它的修行沒有起所謂 供高我們人的心 就對它所 對那個所修的 因為自立來講 所正的進階 乃是立他也好 但是沒有 要呈現傲慢 供高我們人的心 這個自就是患眾 患眾內心 就是一種內心 患眾生心 它對這個眾生 不能自立 就立他再立他也好 它的內心就是 切似神 安住假的 一就是真誠的心 是教合眾生 不是一種內心 一種放逸的心 也不是放眾的心 來教合眾生 就是它不在自立也好 再立他也好 沒有生起什麼 供高我們人的心 而且內心也不會 就是不會患眾 不會放逸的是這樣 患眾生心 是患眾生心 而且是它怎麼樣 敏傷眾生 敏傷就怎麼樣 這敏就是 哀你表現大悲心 大悲心的意思 哀你眾生 這傷也是憐憫眾生的意思 上是憐憫眾生 上面是哀憫眾生 怎麼講 就是眾生呢 就是能夠成立在聖史古代中 不是至於說它有種悲憫之心 就是憐憫眾生的意義 憐憫眾生 簡單講 它看到眾生是這樣 就是一種事實話怎麼講 人姬姬姬 人膩姬姬 那種同理性的意思 就這個意思 就悲憫傷中 用同理性 那種大悲心的意思 但是它還是這樣 以無我的心 還是念念什麼 隨時無我 所以它不是用 它雖然眾生知道在聖史古代中 但是它不會生起什麼 愛盡大悲 是這樣 就是本身不算念念什麼 隨時無我 不亦煩惱相應 然後看最後一句話 如是之法 一切一切 如是 如是就是指頭之辭 指上面 從起手修行 到下面 到憫喪眾生 如是之法 如是就指頭之辭 指上面 從佛 起手修行 到下面 憫喪眾生 這些不是自立也好 立他也好 就是一切祭祖 這是祭祖 這簡單的 震探菩薩的自立立他人功德 是這樣 好 那我們這裡把講探 管探 這管探裡面呢 就講得比較多一點 講到分的四部分 依博修自分形 科班叫自分形 怎麼講呢 這自分形這個就是怎麼樣 就查一下就達成某一進階 某一修行的進階 譬如說好了 你修布施 我就修布施 好 把這個布施修好 再一下就自分形 自分形 然後第二個 明依佛法修聖進行 聖進 怎麼樣聖進呢 他不只修布施修 修持戒 修什麼 種種的供養 修得更多 為什麼 更得到輸聖的進階 聖進就是 他不只修布施而已 更超 想要達到更輸聖的進階 想要往前進的意思 這輸聖進就修 輸聖的往前進 就是要修更輸聖的進階 所以他不只布施而已 修持戒 剛才可以持戒 仁怒 又種種的供養 可能就是聖進行 那就好 那這個就意思 然後看一下 第一個 以菩薩法修至分形 這一行 我們一起念一下 菩薩 京廷 舊唱 耀廟 名稱 菩治 島玉十方 下面島玉 島玉十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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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道 但是就島玉的聲音 也可以 尼亞可以是講道 看你怎麼解釋 如果說道 和道的解釋就不一樣了 這菩薩經典 這個菩薩 什麼叫菩薩 就普利薩多的意思 普利薩多是什麼 就是絕有情 絕有情的意思 就是他一種不擔自立 而且要立他 使眾生能夠覺悟 使眾生能夠覺他 覺他意思 所以這個菩薩經典是什麼 大聖的經典意思 這菩薩因為他能夠不僅自立 也能夠立他 所以這個大聖 就是能夠 我說大聖 就是大聖 藉由這個聖 我講這個聖就是能夠 就喘一一樣 就徹底就是一樣 能夠從生死的慈岸到達內法邊 這個意思就是大聖的經典 這經典就是大聖的經典 因為我們知道經典就是法寶 法寶 以前在講過 法寶它既有能夠讓眾生能夠 讓我們能夠到達 既能夠是能夠 你不能是從法來講 依法修行的話 能夠讓我們成就生道是這樣 這個經典就是法寶 法寶 就是你今天 法寶就是什麼 佛母 你看金剛經怎麼講 金剛經有一句話說 一切諸佛 一切諸佛 即諸佛 歐尿多羅三秒三不利法 即從此經出 一切諸佛 十萬三次一切諸佛 他只有 四十佛的成果是從修學金剛經而成就的 是這樣 而且諸佛他成就這個法無上不利法 也是從金剛經來源的法寶 所以強調法寶很重要 所以法寶 你佛像 譬如說我們看好了 一個佛像 經典的話 佛像不能放在經典上 因為佛 這個經典是什麼 佛母 因為佛是什麼 從經典裡面成就出來的 金剛就說 一切諸佛 即諸佛 歐尿多羅三秒三不利法 就從此經出 說經典比佛還重要是這樣 所以你要不能經典 你不能把佛像放在經典上是這樣 經典可以放在佛上面 但是你不能把佛像放在經典上是這樣 佛法經典 這個經典的法寶很重要 他能夠 大聖的經典 就唱妖佛 就究竟能夠通 唱妖佛通達的意思 能夠究竟通達 妖 它的中妖 它的妖質 就算妖是不可思議的地方 不可思議的意思 就是對這個大聖的經典 能夠究竟通達它的妖質 而且能夠對這個經典 那個不可思思口議的地方 它能夠通達 能夠究竟通達那個妖質 對那個 唯 妙處也能夠通達的意思 就是要對這個姐們 它能夠對這個教理能通達意思 而且名稱普治 就像這個菩薩 它這個菩薩 它的名 能夠普遍到十分世界 就是能夠筷子人口 它的名稱很筷子人口 很普遍的 為什麼 為什麼能夠名 普遍到十分世界 導映十分 為什麼 就是它能夠 像佛一樣 如獅頭的收法 來立一十分世界 所以它引導眾生 導映 藉 藉由這個 藉由它這個成就 因為它能夠收法 所以能夠調映 以這個慈悲心來 不然以慈悲心的視眾生 而且能夠以威得力來相互眾生 所以能夠導映 它能夠調映 藉由它的成就 今天我講 我想用這個導映十分的道 這個道這裡面 如果說這個道就是它所 以這個法門 藉由這個 我剛才是念導映 藉由它導映十分 這個道路去講導映就是能夠引導 但是你可能要講道義十分 這個道義十分 就是因為能夠如獅頭的說法 就無獅頭般的無畏的說法 能夠立一十分世界 那怎麼樣立一十分世界 要怎麼立一十分世界 就是它以慈悲心來視熱的眾生 然後以威得力 哲武 鋼牆 藉由的眾生 所以能夠 所謂能夠調映十分世界是這樣 這個道就是道義 就是它有 我們這個道就是它能夠以種種的法門 如果講道的話 能夠以種種的法門來講 道就是可以用獅子佛的說法 就是這個法門 其實這個說法 講出種種的法門來調映眾生 調映十分世界的眾生 怎麼調映十分眾生 都以慈悲心來射受 然後以威得力 哲武 鋼牆 男虎眾生 才能夠調映 慈就是能夠調映十分世界的眾生是這樣 那這裡面這個道義 這個道 如果講道 道義十分就是這個道 就是因為它 如詩所說法 應該講道 如果說你那時候 我講說這個道 引導就是它藉由這個 獅子佛般的無畏說法 引導眾生 引導十分世界眾生 那調映十分眾生也是這麼講 可以這麼講 引導 調映眾生 十分世界眾生是這麼講 如果說以道 道義十分就是道 就是它藉由這個獅子佛般的無畏說法 這個道就是指 如獅子佛般無畏的說法 就是這個道 來以調映 利益十分眾生 利益十分世界眾生是這麼講 那這裡面呢 所謂自然 所謂自然 所謂自然能夠名稱普至 所以它生命就能夠文以十分世界 是這樣 所謂那名生為人 因為十分世界所認知 所認知 是這樣 名稱和普至是這樣 好 我們看起來就 依菩薩修自分形 接著我們看一下 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 依明依佛法修盛進性 依止佛的說 依佛法 依止佛的說法 依佛法 依止佛的說法 修盛進性 就是那更進一步的超越自分形 這兩個一起唸 無量諸佛 閒共互念 佛所處則 皆以得處 大勝所利 而皆以利 如來道化 個人宣布 為諸菩薩而做大師 以聖身常會 開導眾生 通諸法性 達眾生相 明了諸國 這個無量諸佛 行共互念 什麼就無量諸佛啊 行共都來共同的 復持 復持意念的意思 復唸就復唸 復唸這位菩薩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個無量諸佛 十萬事業 無量諸佛 為什麼要復唸這位菩薩 因為這位法生大師 法生菩薩 能夠代佛說法 渡化眾生 所以自然會 復唸這位菩薩是這樣 是因為他代佛說法之故 代佛說法 渡化眾生 所以佛自然會復唸他 是這樣 這下面講到什麼 他如果 就是他這位菩薩 他怎麼修身性 佛屬住者皆以得住 佛住所 安住的法 佛住者意思呢 這佛啊 安住者什麼 安住者什麼 中道十相 這麼講好了 譬如說我們這講 佛 這所有成佛是怎樣 念念什麼 安 中道十相相應 一切為心照就是意思 譬如說 我這內心啊 念念 我第六四 念念個什麼 探真之相應的時候 就不斷修行第八四 第八四顯現什麼 三大道境界 我如果第六四 念念跟中文 中道十相相應的時候 就不斷修行第八四 第八四呢 就念念什麼叫什麼 佛羅法界 所以說 安住者 安住者 中道十相裡面 就是內心什麼 和我空 寡空的真路裡 相應是真意 佛屬就是內心 戒也得住 佛安住在 他這個菩薩能夠安住在一次 佛所安住的那種 中道十相境界 這些菩薩都能夠安住在裡面 換句話說 他能夠得到什麼 根本志 根本志 就是根本志的意思 安住在根本志 就是安住在中道十相的境界裡面 這些菩薩也一樣 跟佛一樣 能夠跟佛 藉以安住在中道十相的境界 就約根本志來講 根本志來講 下面約佛羅茲 是要對這個 大聖守立 這大聖也是指佛 大聖是指佛 他是聖中之聖 大聖跟前面那個 請大家看一下 這大聖跟前面那個 什麼 第幾頁 第八頁看一下 第八頁看一下 一切大聖 大聖是指那些大聖 大聖是指那些大比丘眾 因為他們是什麼 他是無疑洩透歐羅漢 他是法聖大聖 所以他大聖是這樣講 大聖你要看什麼文 這裡面這個第八頁和這個 第十六頁這個大聖不一樣的 這個大聖是什麼 指佛的境界 佛的境界 是佛 不是那些無疑洩透歐羅漢 不是那些大比丘 不是 這大聖是指佛的境界 這個諸佛所安立的 俗地理 正地理 他們都一例了 這依他的教法 這個裡面是大聖守立是 戒一律是約佛德之律來講 前面是約什麼 根本之律來講 約他能夠智力來講 他能夠安住在我公佛公的真路裡 約智力來講 這也是約什麼 立他的教法 立他的教法 因為佛頭所安立的教法 不論什麼 那個什麼 就以教法約什麼 六度忘恨 布施慈戒 這些教法 約佛羅字來講 他所安立的呢 佛說安立什麼 一些惡地 惡地什麼 就俗地 因年所生法 真地 因年信誇的真地理 就是所立的法 那個教法 佛 我們說六度忘恨 他能夠 能夠像佛一樣 得到這個霍羅字 能夠安立種種的教法 如有教惡眾生 霍羅字是什麼 那就是 約教惡眾生來講 霍羅字 大師所立 而借一力 那佛所住者 借也得之 根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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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內心 我公佛公的真理 就是 人工安住造成 中道實相的理體裡面 約根本字來講 前面 前面是根本字 後面是霍羅字 因為教法來講 大師所立 而借一力 佛陀他 安立的這些 教法 比如說 世聖地 那個 惡地 因年所生法 世地就是 苦疾滅道 世聖地 惡地就是 因年所生法的俗地 因年信誇的真地 乃至六度忘恨 他能夠也是能夠安立的 通達 地就是 也也是能 他能夠有這個霍羅字 對這個六度忘恨也能通達了 這意思 然後 如來道化 那個 這個佛 這如來道化 道化就是 教法 就剛剛那個教 道育眾生 道育眾生的道 就是 他以佛的 種種的教法來教眾生 這以如來的道化 以如來的教法來教眾生 各人宣布 都能夠怎樣 各個菩薩都能夠 馴縮 流通 就能夠把 佛陀的教法來教眾 都能夠 都能把佛陀的教法 能夠馴縮 如果 教法眾生的 受法 的方法 能夠 馴縮 來流通 不就是流通意思 然後 為諸菩薩 而做教師 這諸就是一般的 出化性的菩薩 普通的菩薩 出化性的 為很多 為諸 為這些 一般的菩薩 來教法 就為一般的教法 教修法 而做大師 這大師是指佛 就像 這大師什麼意思呢 他能夠 就是說能夠 修法像佛一樣 都化眾生 就如佛一樣 就是這個大師 就是如大師 就是大師是指佛 就是今天能夠 他能夠說法 如佛一樣 教法眾生 如佛一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大師 因為他教法是一些 出化性的菩薩 就是普通菩薩 他怎麼做大師 他下面要講 他如果做大師呢 他如果做這個大師 來教法這些 出化性的菩薩 出化性的菩薩呢 以聖生慧 慘慧 開達眾生 聖生慘慧 以聖生的什麼 慘 慘就指 以聖生的子官 慘子官慧 叫聖生的什麼 子官還是什麼 開達眾生 這子官 也是很 這個子官不是說 這裡面子官的意思 我們看那 看什麼 看今天的護表 要了解一下 聖生慘慧 開達眾生 這個慘就是 要了解一下 他 這個慘 我們看一下 這個看第一行 聖生慘慧 開達眾生 今天的護表 護表期第一頁 我們看第一行 一起念一下 慘 職也 慧 官也 聖生慘慧 乃大聖子官之義 換言之慘慧 及子官相 及六度之定慧 這樣講就好了 慘又爹 對 又是定慧二門 對不起 這裡面呢 就是這個 慘 就是慘 有時候止 這個止就是什麼 空觀的意思 因為大聖體系 就是什麼 什麼要止 就慘就是什麼 止一切禁見相 就是說空觀的意思 空觀的意思 它其實是 極假之空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慧就是官也 它是什麼 假觀的意思 是極空之假的意思 極空之假的意思 極子 這個裡面 我會知道 說聖聖殘慧就是大聖子官 聖聖就是大聖 它觀裡面還有止 只要觀 要了解一下 所以慘慧就是直觀相 就是六度的定慧 那怎麼講呢 我再講 我們先把那個 慧大師的意思 慧大師的解釋 這段比較簡單 我們看一下 怎麼講呢 這兩個一起念 以身常慧 開導眾人 正法義務 以身常慧 化行同佛 禪止慧觀 正恨雖重 要不吃止 要不吃止 以聖聲的禪慧 開導眾生 禪就是止 以這個聖聲的定慧 開導眾生 這定慧 定慧有說 定裡面 因為我們 這個定慧裡面 這個定就是修空觀 空觀怎麼講 空 它知道呢 這是要定 就是說我們知道 一般來講 要了解一下 這俗帝 什麼叫俗帝 陰眼所生化 陰眼所生化呢 陰眼所生化 就是陰國的意思 陰眼所生 陰眼就是陰 所生化就是國 陰眼所生化 陰眼所生化 陰國的意思 這所生化 是隨著陰眼在變化的 簽眼所生化 因為手生化 這不是陰眼所生化 陰眼所生化 陰眼所生化 是歷歷分明的 所以是無聲延信 無聲沒有自信 無性延伸 是無性延伸的 雖然沒有真實性 但是呢 它是隱緣國暴聲 不思不壞的 是這樣 延伸是 雖然沒有自信 但是這個國暴體是不思不壞的 就是無性延伸 就是會的意思 就是以身常為 藉由俗地理 還有真地理 你看看 開打眾生 以惡地 以這個 因爺所生法的俗地 還有什麼 因爺幸空的真地 開打眾生 開示引打眾生的意思 然後以所正法來義務眾生 以所正的法門 它所成就的法 所正大的法門來義務 義務就是眾生來講 你利益眾生 它所正的法門 正的法門來義益眾生 當然這個利益 怎麼利益眾生 一般是意 施西坦 有沒有聽過施西坦 施西坦就是歡喜 歡喜意 還有再有什麼 破二意 深善意 還有入禮意 來利益眾生 這個第一個眾生 就是歡喜 讓歡喜讓眾生 講一些淺顯的話 譬如說好了 我們講好了 講阿彌陀佛好了 阿彌陀佛 你跟一般沒有學佛的 你阿彌陀佛能夠消在銀壽 消在幼銀壽 為什麼 這是英關大師怎麼講 無量光明 阿彌陀佛就是無量光明 無量受佛 無量光明 無量光佛 無量受佛 無量光我就是 光明無量 這什麼 消在意思 無量受佛就是 壽命無量 無量受佛就是 壽命無量 受念阿彌陀就是 消在銀壽佛 這什麼意思嗎 無量光佛就是 光無量嘛 就是消災 無量受佛 無量受就是 壽命無量 就是銀壽 所以唸這個阿彌陀佛是 消在幼銀壽 唸阿彌陀 消在幼銀壽 不是這樣 唸阿彌陀 消在幼銀壽 讓他歡喜一下 哇 真的唸阿彌陀 消在幼銀壽 剛開始這樣講 現在呢 這是方便法門 就是歡喜 讓他歡喜一下 讓大家 哇 唸阿彌陀佛就是消在幼銀壽 就這麼講 接著呢 慢慢引導他 消在幼銀壽是一種唐果而已啦 唐果啦 讓大家歡喜一下 歡喜意 今天一部要怎樣呢 佛二 你今天唸阿彌陀佛啊 我們知道了 這阿彌陀佛的句子是什麼 十二如來光明的功德 十二如來光明的什麼 具有什麼 他基本上是 不要說我要講什麼 無量光佛 無邊光佛 無外光佛 無對光佛 無對光佛 然後這個 冤枉光佛 冤枉光佛 再來叫清清光佛 歡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動光佛 無稱光佛 南思光 無稱光佛 超日月光佛 那個意思 十二如來光明的功德 就是你要把這個意思 因為它裡面講到 你如果能夠感應到教的話 切實能夠以信念痴敏的話 能夠念 念是在字的話 那你感應到教的時候能夠我們 善寇消滅 以前我們講過了 其有眾生 意濕光佛 善寇消滅 破惡 破惡 能夠破除我們 藉由這個念佛力 能夠破除我們 貪生痴 那我們這個貪生痴的種子不現行 是這樣 所以破惡就是這樣 接著呢 這個念佛它一種 本身就是修德 拜佛念佛 就是本身修德 這修德它等於能夠 你也用第六四去拜佛 第六四去念佛 就不亂修徐啊 它仍然能夠 當你感應到教的時候 佛要起充滿 而且能夠 它怎麼講 再無量修進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呢 好 先看一下好了 先這樣講的話 大家不清楚 第幾頁 請大家看 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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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今天講利益眾生 46頁 倒數第二 有沒有看 齊有眾生 這兩個一起唸好了 這兩個一起唸 齊有眾生 欲絲觀折 三寇笑媚 生意柔軟 歡喜永悅 善心勝焉 今天我講我們對信佛的 剛開始 你說引進門是歡喜光佛 要吧 六四當中歡喜意 讓他歡喜一下 念佛是什麼 蕭雀幼雲 接著引進門的時候要跟他講 齊有眾生 你今天能夠感應到教的話 善闊消滅 就是你那個貪嗔痴不會現行的 這簡單講就好了 接著聖善意 聖善什麼意 當你進度下功夫的話 當你後來拜佛 念佛的時候 身心柔軟 效益障了 業障消除了 而且滑起充滿 乃至練心滑起充滿了 而且引發什麼 就是能夠多生多久的善根 因為相信了 決定完成極的世界 這以後我們要再講了 先講 先了解一下 什麼善心善念 就是你信心 常慰心又增長了 乃至無上不踢 心又升起來了 如果你可以進一步更加強 你那個什麼 那個大悲心 那個智慧力 慈悲力慢慢顯示出來 就是你本身那個 本身具足什麼 那種五根五立 五根就是信進令令會 就是善事下品的功德就慢慢顯示出來 是這樣 善事下品就是這個意思 聖善語就是你慢慢 引導眾生是這樣來講 其實這樣 就是藉由這個念佛的修德 來破惡聖善的意思 就這樣 義物這個意思 陸禮怎麼樣 但你念他怎麼樣 所謂呢 偶遺大師有一句話 不是 廉遲大師的一句話 脫比明浩 賢我至心 就藉由這個修德呢 開閒了信德 賢我 賢我至心 然後這個奔有的親心就顯示出來的 把信德開閒出來的 是這樣 入就入理義 然後回到我們回到這個 剛才還講過那個政法義務 什麼利益眾生 就是你要把你所證的 就是把這個要 施欺欄的 翻喜意 破惡意 聖善意 入理意 你的利益眾生是這樣 你要利益眾生是這樣 這麼講 我們對剛才學佛的 你不能講說 你要剛才用什麼 蕭摘又言說來引導他 這是英國大師講的話 這是我是把它引用來跟大家 互相美麗 你要怎麼引導利益眾生 要這麼引導 然後第二個 接著我們看一下 復表器這裡面 以聖善的禪惠 化形同佛 這化形就是這種教化 藉由這個教化眾生 你教化的形成 同佛一樣 跟佛要學取佛 就你這個定肺 聖善的定肺 來教化眾生 那形成要同佛一樣 那禪止肺觀 震恨雖重 藥不出池 這個藥就是藥子 這個綱藥 這個禪止肺觀 雖然肺這兩七十證 就是你在修正方面 修正 行止方面雖然很多 六度光很多 雖然很多 就是你 你那個在 這個震恨 就是你在修持正果 還是修持種種的行止 就是你行止 比如說六度光恨 八分四孝門 不吃什麼 只觀兩門 是這樣 不吃只觀兩門 就不吃你呢 剛要不吃只觀兩門是這樣 為什麼呢 你們看一下就知道了 齊遜論這句話就知道了 齊遜論這段話 大概就了解了 為什麼不吃子 智商 我們一起練 大臣極心樂的話 若行若處若臥若其 今止觀即行 所謂雖念諸我自信不生 而父極念英言和合 善樂之夜苦樂等報 不失不壞 雖念英言善樂夜報 而亦極念信不可得 這裏面我們也了解 只是大家做到不簡單 確實不簡單 這裏面它盛生的禪會 禪就是止 什麼要止 就是修空觀的意思 會修假觀的意思 但是裏面要了解 它這個止還有什麼 我說空觀是幾甲之空 這甲是幾空之甲 要了解一下為什麼 都是大聖的常觀 是這樣 若行若處若若其 皆因止觀即行 就是你意思 行住作我 都要練練跟止觀相應的意思 練練跟止觀相應 所謂 所謂解釋上面那句話 所謂就是解釋 即是上面那句話 雖念諸我自信分 什麼叫諸我 因言所生法 雖然你思維你觀照 一切法諸法 一切因言所生法 自信不生 他沒有自信 自信不生 為什麼自信不生 我剛剛講過 諸法就是因言所生法 這所生法 是隨因言在變化的 他沒有自信的 為什麼沒有自信 他隨因言在變化的 對不對 神話這因言在變化 為什麼呢 比如說 一水是進好了 人的法界看誰是什麼 是水 天人看水是什麼 流離 就好 其他兩個法界 不要講了 你想想看 如果是水是真實的話 為什麼天人看水是流離呢 可思維一下 就是這個果報裡 所生法 這個果 這個果是誰是誰 眾生的因言在變化的 這個果 你看到 我們看到水是水 但是天人 因為他夜戀因言很殊勝 看他三年一講 看水是流離 就是這個 之法就是他沒有自信的 這因言所生法是沒有自信 他是隨著 眾生因言在變化 說因言所生法 所生法的果 所以因言在變化 是沒有自信的 說自信不生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的意思 不論沒有自信 就是自信不生的意思 就是指 指的意思 然後你在修指的時候 而負極念 很重要 而負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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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要關照 什麼 念 這個念就是關照 馬上 而負極念 而負極念 他的英年國報 英年和 就是英年國報 他所造作的什麼 三樂之夜 所成就的苦樂而負極 是不思不壞的 是這樣 簡單講什麼 英國 是利利不明的意思 英國 英國是不思不壞的 雖然沒有自信 英年所生法 就是英國的意思 這個果報題 是利利不明的意思 是利利不明的 就是這樣 你要馬上關照 然後下面 雖然 你修這個假觀 雖然你關的是假觀 雖然關照這個英年國報 是不思不壞的 但是馬上要關照什麼 他的體性是不可得的 怎麼講 雖然我們知道 一切法 是英年所生 是英年所生 一切法是俗地利 英年所生法 是俗地利 英年所生 但是 他的體性不可得 為什麼體性不可得 就是沒有 因為體性不可得 因為他這個守生法 的國報是什麼 隨什麼 英年在變化 是不可得的意思 所以不可得 他那個自信不生 都同樣意思 只是他只是用 不同的語句 來強調一下 他沒有體性的 不可得的 體性是不可得的意思 自信不生 和不可得的意思都一樣 念心不可得 因為他是英年所生 我之故 大家瞭解一下 怎麼講呢 我這邊 請大家看一下 請大家看到 第二頁一下 第二頁 大家瞭解一下 第二頁 今天復表第一頁 倒數第四項 倒數第四項 你看一下 中關錄 關是地平 這一項 有沒有看到 這樣一起唸 未曾有義法 不從英年生 事故一切法 何不是空則 未曾有義法 不從英年生 就是 從無時也來 一切法都是什麼 一年生的 一切法都是什麼 一年生生法 這意思是 第二頁 未曾有義法 不從英年生 這意思是 這孰地的一年所生法 孰地就是一年所生法 無時也就是一年所生法 無時也就是這樣了 事故一切法 無不時空則 為什麼不時空則 因為這個 他假接 因為一切法 未曾有一法 這個法就是果報 未曾有一法 未曾一法 未曾一法就是果報體 要講 是英國的國 所以一切法 那誰生法 一年再變法的 我剛才講過 這水 我們 水就是果 我們人法界看水是水 天的法界看水是什麼 流離 然後我再講好了 再講下面 二鬼道的眾生 看水是什麼 熔血或火 他業種的 或是看到水是火 或是青的 看水是熔血 如果那個水族類 看水是什麼 洞穴一樣 他所租的環境一樣 洞穴 他住的環境 就洞穴一樣 水就是這樣 那你想想看 一切法 你看水是一年所生法 那為什麼呢 這個法 為什麼 天人 惡鬼道 出生到 看得不一樣 為什麼 因爲變化 因爲今天是 你是出生的陰年 你是人的陰年 你是天的陰年 看到呢 所看到的境界都不一樣 因爲陰年在變化 所以人的陰年 新的陰年在變化 就這樣 就看到是這樣 什麼空者 沒有自信 空就是 空怎麼樣空 沒有自信的意思 原是無信的意思 原是無信 這以前可能講過 只是說沒有再強調 因爲大家可能沒有再 有時候要記起來 什麼叫空 我有自信 沒有真實性的意思 沒有真實性的意思 那空的目的 讓我不自走有的意思 講空是讓我不住什麼 不住有的意思 不住有要記起來 就這樣 講空就不住有 所以你要講這個子 就讓人 請大家回到第一頁 我現在讓一個概念 就是說 他講 念心不可得 不可得就是當體極空 不可得嗎 因為他 因為這個體系不可得 或者體系不可得 因為他隨著 因為這個果報裡 這個果什麼 所以因爲在變化的 就這樣 你要了解嗎 就這樣 你提著 比如說這個水 不要容易了解 這個水你要體會到 一切完了 推論到一切完了 都是孟晚泡一樣 是這樣 都不可得是這樣 你要了解 所以這裡面這個聖身常衛來看 以聖身常衛 藉由什麼 俗地的官 就由這個甲官 甲官的俗地理 還有空官的真地理 來教化眾生 引導眾生是這樣 俗地真地理 就是大盛起信論這段話來什麼 引導眾生的是這樣 他以這個聖身就是 把這個大盛起信論那段 這個那段話這三行 大盛起信論話來什麼 開示引導眾生的是這樣 大家了解這個意思就好了 回到我們回到課本 各位請 跳到那邊 請大家回到14頁 15頁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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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聖身常衛 開了就是以 就是以什麼 就是以這個 大盛起信論論話 就是以那個俗地的 就是以俗地理 還有真地理 來引導眾生 俗地理 真俗惡地 來 這些 這理 空觀 以空觀 空觀的智慧 來造真地理 假觀的智慧 造俗地理 來開示引導眾生 是這樣 目的 講 當眾生 起錄什麼 重道實相 是這樣 因為空有同死的時候 就起錄到重道實相 是這樣 可以在這裡 因為這裡面 我是簡單講而已 你要講這個 子就是 極觀之子 講觀 極子之觀 是這樣 觀都同死 相應的是這樣 開示引導眾生 起錄的重道實相 那下面這句話 你說明 這個菩薩 他的那個 禁 他怎樣 通諸法性 這通就通達 一切法的本性 通諸法性 什麼一切法的本性 就是 什麼本性 就是通達 重道實相 他對一切法的本性 就通到這個重道實相 怎麼講呢 對這個一切法 我們知道 熟地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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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地理 因你的所生法 對這個 它是什麼 無性延伸的 熟地理 還有一切法的 真地理什麼 什麼叫真地理 無延伸無性 他能夠通達 就是這個法性 就是對這個 正熟悟地 能夠通達 換句話說 這個通諸法性 能夠通達 一切法的重道實相 對一切法的重道實相 能夠通達 就這個 那諸法 我這個諸法 就是通達 實法界 一報正報的 的那個 中道實相 就這麼講 諸法就最好 本性就是中道實相 對 那裡面 下面 達中實相 明瞭出國 通達一切法的重道實相 通達一切法的重道實相 而且能夠通達什麼 十萬世界的眾生相貌 怎麼講呢 對眾生的那個 壽命 它的相貌 它的種種一切 能夠通達 怎麼講 它知道 它是唯心所限的進階 它能夠知道 它是盧夢的法 它說能夠通達 是這樣 通達 種種的那個 它的相貌 壽命 來自咧 它的種種 所以它的身形 就是能夠通達 這個相 就是它的壽命 它的身相 那相貌 就是這個意思 明瞭出國 如果 剛好這個眾生相 是耶什麼 耶正報來講 眾生相 正報來講 明瞭出國 耶 依報來講 是眾生 依止的進階 能夠明瞭 這個打 明瞭是能夠 對這個通達 明瞭是通達的意思 通達 通出法性 通也是 打也是那個意思 通達什麼 十萬世界 依報的進階 能夠通達 就是這個意思 它也知道 我們知道 眾生相 也是因人所生活 這個諸國 十萬諸國世界 七世間 依報境界 也是因人所生活 沒有自信的 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要瞭解一下 意思在這裡 這裡 這個裡面就是說 它能夠 通出 就是能夠 它本身 因為它已經 就前面在一起 它能夠 安住 本身能夠 安住在什麼 佛陀所安住的法 佛陀所安住的法 就是佛陀所安住在 我宮法宮的這裡 能夠安住 它也能夠安住了 那個佛陀上所立的 所那個 那個 教法中的方法 它也能夠 也能夠安立的 不論是 四地的 苦其滅道的四身地 那個 十二陰陀法 來自六度萬恨 它能夠也是能夠安立的 就是這樣 那教法 所以它本身也既有根本制 也獲了制 是這樣 那通俗法性 就是說能夠 它本身下一個政機構 就通俗法性 它能夠通達一切法的本性 就能夠通達一切法的 那個 一切法的中道實相 不能是實法界的 一暴正暴的 一切法 一切法正暴 那個中道實相都能通達了 這個下面是這樣 這個達中文相 明了之果是在說明 它如果通俗法性的意思 因為中文相是一些什麼 正暴來講 諸國是一暴正暴的經濟來講 是這樣 通達 就是對這個 它對這個一暴正暴能夠通達 好 那這個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我們看一下 依前 現在我們看一下 依前 這個前面的制分 這個制的修行 達到一個經濟能夠廣修神德 這裡面 科班分的是比較多一點 我們看一下涉秀方便 這修行方便也分的四顆 我們看一下 說明它智力 怎麼智力呢 它如何能夠教化 以 來說明教化的行詞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倒數 就是這一行 出明智力 明修教行 這樣一起唸 供養諸佛 它能夠一念之間 到實生世界共有諸佛 而且能夠 也是能夠一念之間 所以 發現 種種生 就是 發現這些菩薩 也是能夠千百億發生 一念之間能夠千百億發生 就像電灌一樣 閃電 空中的閃電一樣 馬上就到了 就這樣 就是能夠分身無量 千百億發生 一樣 為什麼它能夠這樣 因為它善以學無謂之丸 小鳥放話之法之故 善以學 善以學寫什麼 無謂 無謂這裡面有 我的四五謂 還有菩薩四五謂之法 這裡面是這樣 然後那個 小鳥放話之法 就是它本身也有菩薩智慧 能夠通達這些 放話 就是能夠 如果變現 如果千百億發生 如果因理核生度者 極限核生度者 極限核生度者 那種法門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看它 就是護表六 上次的護表第三頁 就是把這個 稍微講一下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 根據那個 會員大師的解釋 供養之法 化現其身 羅電官 他第一供養之法 這裡面 一共有四行 我們看一下 用四行一起唸 供養諸佛 化現其身 從養諸佛 以善邪以下 明修自恨 善邪無畏 修習自方便 小鳥放話 自恩成就 又學無畏 以人不確 小鳥放話 以法人之 簡邪其正 名為善邪 達正夠邪 所以無畏 以無畏自 統色諸佛 故名為王 這共有諸佛 就像極樂世界一樣 他們到三世界 共有諸佛 其實你共有諸佛 是增長什麼 福德之良 而且呢 其實你在共有諸佛 其實也是共有後 等佛 開示佛法 佛開示佛法 增長我們的智慧之良 因為佛要開示 說法一定讓你 因為佛是 他能夠應激說法 絕對讓你 增長你那個福德之良 增長你智慧之良 是這樣 所以共有諸佛法 不只有 還有福 但是這裡面是強調說 福 福行 修福德之良 是這樣 我們看那個 那個誰啊 那個廢銀大師的解釋 他說 對不起 那個猶如電觀號 那邊要逗點 對不起 那不是兩個點 要逗點 不是那個冒號 要逗點一下 對不起 所以共有諸佛 諸佛 化現其身 由諸佛是 明修什麼 修起福德的行持 因為共有諸佛是 幸福光也 為什麼 因為諸佛 佛是 我們說福田 你說那個淨田 你會悲田 那淨田 那個田 非常殊勝 所以共有諸佛 幸福光也 幸福光也 你成就這個福報太廣大的 是這樣的 化身如電 說明那個 它的 就是那化現能夠 一念之間 能夠化身到變化 就是一念 隨意 隨意 變現 就是表現到 它這個化身就像閃電一樣 就起形跡也 就是你 那個行持 那個化身的那個行持非常快 極也快很快 為什麼呢 一念之間化身變之 一念 一下子 渾身無量 就一下子 那化身的變之大 十萬世界 就是這個意思 從共有諸佛 從共有諸佛 以下就是什麼 名什麼 修自恨的 善學無畏諸佛是名什麼 他修 修自慧 修剝弱自慧的 是這樣 善學無畏諸佛是修起什麼 修起自慧變 修起自慧變 就是無畏 修起我的四五倍 還有什麼 菩薩的四五倍 修起那個 剝弱自慧 剝弱自慧的善巧患變 是這樣 修大老方法是什麼 是自恨成就 自恨成就 你能夠自慧 你修此能夠成就 這個四五倍 那穴位 你在穴位 疑人不居 疑人就是你對這個眾生 你不會畏諸 又學畏諸佛 你不會畏諸佛 那修老方法 以法能知 就知道 一切法是延伸無信的 當體積空 像夢幻泡淫一樣 這個夢幻泡淫 修老方法就是你把它體會到 它能通道什麼 一切由於法 如夢幻泡淫的意思一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對這個一年所生法 一年所生法就是夢幻泡淫 就修老方法之法 就是剛才那一段話 就是那個大聖起訊 亂句話 就是對這個子官 這個一年所生法 雖然是夢幻泡淫 但是也是不可得的境界 雖然不可得 但是這個英國是歷歷不明的 是怎樣意思 現在方法這個意思 以法人知能夠簡協 就是簡卑 簡卑 學法 而能夠取那個正法 是意思 簡卑能夠採取正法 叫名為善學 能夠簡卑 因為他本身有智慧 因為他本身 剛才就講 通出法性 他對這一切法的本性 通達了 所以說十萬世界的正報 一報 他能夠通達了解 是這樣 然後所以名為善學 達正 就通達這個正法 他能夠通過 他知道 他通達這個佛的正法 能夠超越什麼 寫法 寫法 能夠通過超越 所以無謂 所以無謂是這個意思 他以無謂的字 同色諸法 顧名為善 因為他怎麼來講 因為他本身有這個 學這個無謂之法 就無謂之法 無謂的智慧 所以他同色諸法 他同色一切法 顧名為善 這是根據那個費影大師的解釋 這怎麼講 怎麼講呢 以無謂之 統色諸法 顧名為善 就是他本身這個智慧 無謂的智慧 他本身就是能夠收色 收色一切法的意思 一切法都在無謂之裡面 都被這個無謂之所控制 各位這麼講 一位子都他同色 所以叫為王 一切法都離開這無謂之的意思 那這裡面呢 我們看到佛羅斯無謂 這四謂呢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好了 一起唸 一一切自無所謂 二落盡無所謂 三受盪到無所謂 四受盡苦到無所謂 一切自無所謂 就是說佛羅斯 為什麼他正道一切自 他能夠做獅子猴一樣 獅子猴一樣 那說法 一切外道都降伏了 獅子佛能降伏一切外道 換句話說 這一切自就是一切種自的意思 因為佛羅斯 佛羅斯是因為他 斷了監司佛 成一切自 斷成沙佛 成什麼 大總自 斷了無名佛 成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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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種自 他是以中觀的智慧 斷了無名佛 成了一切種自 所以他本身具有一切自 這一切自 其實就是一切種自的意思 所以無所不知 無不知見 所以能夠善能回答眾生的種種疑負難問 所以他無所不知 無不知見 一切種自 所以善能回答眾生的疑負 你不得你難問 眾生的疑負 佛羅斯 都能夠無所謂的回答 本身就具有這個智慧 這個智慧是因為有 本身有 具有空觀的智慧 假觀的智慧 中觀的智慧 成就一切種自 才能夠回答眾生的疑負 是這樣 無所謂是這個意思 落盡無所謂 成落盡 成落盡 成落就是環擾 因為佛羅斯 他沒有見識 這落就是沒有見識負了 結果空觀斷了見識負 假觀破了成沙負 中觀的智慧 斷了什麼 無名負 所以心無掛礙 沒有掛礙 這個就心經的一級外交 心無掛礙 因為那沒有什麼 沒有煩惱了 所以心無掛礙 無掛礙為什麼 無有恐怖 無有恐怖是這樣 所以無有恐怖 無所謂 是這個意思 本身也是 無恐怖 不是 這裡面可能是自立來講 自立來講 無所謂懼 是這樣 沒有煩惱 心無掛礙故 因為那什麼心無掛礙 沒有掛礙 沒有煩惱之故 他沒有什麼見識負 也沒有成沙負 也沒有問負 所以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無掛礙故 無有恐怖 也有一點老夢想 是這樣 第三個 說張道 無所謂 那說這個 障礙成就生道的法門 是無所謂 怎麼講呢 佛陀是 我剛講過 佛陀是什麼 無所不知 無所不見 他能夠 能夠見別眾生的根基 他知道 你修這個法 一定會障礙成就生道 你如果修這個法 不會成就 他就佛陀知道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你修這個法 雖然你修這個 你修這個 比較能夠欺激 障礙成就生道的法門 是這樣 你如果修這個 你如果 佛陀會知道 你修這樣 不會成就的 會障礙你的生道 佛陀知道 無所謂 因為無所不知 無所謂是這樣 所以能夠說出你障礙 成就生道的法門 他是無所謂去的 是這樣 然後應激說法是這樣 說禁 苦道 無所謂 說禁 他能夠說死那個 因為佛陀說法是 借定會 來講 借定會 借定的法 來 禁就是什麼 宗旨 就是宗旨 眾生的佛業苦 就是藉由這個 說這個 借定會的法門 來 宗旨 佛業苦的法門 是無所謂的 道是無所謂 所以 苦 就是說 他藉由說這個 借定會 來宗旨 眾生會苦的正道的法門 是無所謂的 是這樣 意思在這裡 大概這個 無所謂 佛四五位 就是你要 本身要怎樣 能夠修空觀 假觀 中觀 才能夠成就佛的四五位 是這樣 好 因為時間關係 那我們 就講到這邊 我們就回向 好 願以此功德 鑽嚴佛進度 善報釋忠恩 夏季三獨谷 樂有敬文哲 西花普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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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